字幕提供 各位好 我們接著延續之前討論的 現代處理器的設計一題 在之前的章節 提到Super Scaler 以及Super Pipeline 我們可以看到說 盡量一個處理器的效能 其實往往我們不只是看工藝 就是這個製程上的工藝 然後事實上我們還要看到說 像是我們在前面提到 這個多核心 還有說在同個時間內 能夠執行的指定數量 這是我們要特別關注的議題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用一部 短片來回顧 我們之前接觸到的 Pipeline還有 Super Scaler的設計概念 那這部影片其實蠻有意思的 它就是用這個 樂高的小人 就是這種小東西的組合 來讓大家看到說這個 Pipeline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這個在接下來這個短片 它基本上用一個 前進 這個前進是說 用這個工廠 所以我們就把Pipeline 就是具體對比到 真正工廠的這個流水線的關係 然後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跟各位提到說 Pipeline 還有不然說 Superscalar 以及第一要的這個 第一要的Hazard 那不然說 在我們之前提到的 DataHazard 這一系列的第一題 然後這邊的考量點它就是一個工廠 簡單來說沒有Pipeline的話呢 我們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我們會遇到問題是說 我們會有得到 沒辦法有效的使用 就是說指令跟指令之間呢 如果說我們可以把這個 比方說 一邊執行指令 那執行指令的當下呢 其實我們來做 比方說 做fetch 其他的instruction 去decode其他instruction 基本上 我們有機會得到更好的這個 就是在這個CPI上面 就是說 cycleinstruction的這個使用 好 這跟講一個極端狀況 就是說 我們今天完全沒有Pipeline的話 那基本上 我們每一道 執行跟執行之間 要講非常久 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沒有Pipeline的話呢 我們再 就是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CPU 把比對成工廠的話呢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些 樂高小人啊 然後就是樂高這種小零件 要組合出這些 工廠的要件啊 以及它對應的這個 對應的這種 不管是 建築啦 或是任務的話 就是簡單說 以工廠的觀點 那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有個標一個方塊 是EX 好這是Execution 那你可以看到說 Execution 跟Execution之前 就是我們這台什麼 Instrategic Fetch Instrategic Decode 那這個事實上呢 我這個 時間呢 其實耗費得很驚人 所以你看到說 我如果要用這個 樂高的小方塊 去建構一個 房子的話 在沒有Pipeline的錢底下 它有這邊底下 有個計算公司 算出來的結果 是需要75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思考有沒有可能 去提升 那跟大家猜測的很像 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Pipeline 所以我們來想像 就是說我們今天 組裝這個工廠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不是只有 是有 不是只是 呃 不是只是 單一條線 好那基本上我就 盡可能讓這個 製作功能 還有 分多路去做 好就是說 把每個階段切開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設計 好就是 這個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把每一步 好就是 你可以看到 Fetch Decode Excue 好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這個關鍵的一題是什麼 就是說 事實上呢 每一個時間點 事實上其實只能執行 還是執行一道 做一道執行 執行這個Excue的動作 好但是 Excue跟這個 instruction Decode 我是instruction Fetch 這方面我可以排在一起 那這樣的話就很 很很驚人 那你可以看到說 以這邊的 初步的計算來講的話 它有機會得到 就是 從 從這個150 總時間150 然後縮減到這個 752 好所以它事實上得到 將近三倍的效能提升 好這個是 Pipeline在做的事情 然後接著我們來講這個 這個Super Scaler 那特別要注意到一件事 因為前面做Pipeline的時候呢 那當然前面還有一個變形 我們之前有提過一個 叫Super Pipeline 就是我們事實上把這個Pipeline 深度大幅去提升 但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過 這個深度呢 不是大幅提升就會 對效能有很大的突破 其實現在處理器來講 做一個趨神 就是說 事實上 我們不會一味去追求它的深度 但是我們接著去思考一件事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同個時間 能夠執行的指定數量增加 我們回顧一下 就是說剛剛的思考點 就是說 其實前面是用這個 執行的時候呢 我去做Decode 執行的時候我去做其他的Fetch 好 那有沒有可能我在同個時間 我讓執行的總量增加 所以注意到這個 畫面中這個Depth 畫面中這個SQ這個部分 這個SQ這個部分 你看到我們目標 是希望同個時間 有兩道以上的指令 可以這樣 可以執行到 然後呢 我們稱這件事呢 這叫做Essue Essue 就如果工程師的朋友就很熟 Essue Essue Tracker的Essue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說 Essue這個詞 就是說在台灣有時候 就是說因為英文很多 英文都只有兩句 一個英文字 然後但是它有不同的意思 那很多人都會認為 Essue Tracker是 是 就是 就是Bug Tracker 所以Essue等Bug 其實不對 就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 如果說你去像那個 你去 去美國 美國 也出差也好啦 或者觀光也好 那基本上會有移民局 那移民局不是發證 蓋一個章發證 注意到那件事情 是會叫Essue 所以 在那個時候就是說 在美國路徑的這個 移民局這個陸軍的管制來講 它發證 我們稱為叫Essue 所以其實發證這件事 發證 其實它這件事叫Essue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在處理去來講 其實它有類似的意思 當然顯然它不是講Bug 它顯然來講是什麼 就是發證 或者說 去發射這些什麼 對岸翻譯成這個 把Essue翻成發射的 對應到台灣沒有一個比較 台灣比較麻煩 就是這方面的詞 翻不出來就基本上不翻 你知道對岸很多詞 就是盡可能都把它翻譯成 甚至是英文一個詞 中文一定要一個詞 那繁體中文的翻譯 一般來說不是這種風格 繁體中文的翻譯 一般來說是採用意思上 要對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剛才講的Essue是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指令 所以我不管是往上面這條路 或是往下面這條路 我這樣的一個發布 發放 這個東西我稱為Essue 就像那個移民局 它繽紛多路嘛 就是你可以看到 你在美國 你想像你的路徑 基本上你可以走左邊那條路 走右邊那條路 那這條路怎麼決定呢 事實上也是從這個移民局 以及它對應的這個 處理程序去做的 當然它可以不受理你的什麼 路徑要求 那這個同理一樣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呢 我們保留一個彈性 什麼彈性呢 就是說我讓這個 同個時間 我有機會做到 兩道指令可以執行 當然還有更多道 那一般來說呢 如果有兩道以上 兩道指令可以執行的話 我們稱為叫Due Issue 比方說像這個 就是內建 按處理器的手機 在2009年 2009年那時候是 從Codex A8到A9 那A9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突破就是 就是 主要用Codex A9的 A9的Codex A9大概是2010年 那當時有很重要的數學就是 它是Due Issue 也就是說它同個時間內 有機會執行兩道指令 這個東西稱為叫Due Issue 當然這件事對效能 也會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注意到 Super Scaler 雖然看起來很像Pipeline 但是它的本質上有非常大的落差 就是在 同一個時間內 可以執行的指令的數量 當然這件事我要先這樣 要先去Issue 那當然 所以對應來說 Super Scaler 沒有什麼叫Multiple Issue 好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你看 你看看那個動畫 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 Fetch完Decol 就要去看它的那個類型 有些是比較耗時的 有些是比較快的 總之它就是 這個流水線 它就會分不同的 不同路去做 那接著我們來看就是說 來看一下這個比較圖 這張圖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看到說 有2.88倍的效能提升 從沒有Pipeline到 有Pipeline 就是從沒有Pipeline到 FreeStage Pipeline 那接著我們來看 Multiple Issue 的意義 Super Scaler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我剛才講過 同一個時間 有兩道以上的指令被執行 同一個時間有兩道以上 或是更多道的指令被執行 好 這件事呢 非常大的一個突破 所以事實上呢 我每次的這個這個 與蓋房子來說 它每次那個 一個單元的工作 那事實上呢 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大幅縮減 所以就是說 這個 每一個iteration 只需要16.6個cycle 這件事很重要 那如果換個角度想呢 它對這個效能提升 其實很明顯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東西 沒那麼完美 其實還考慮到一件事叫做 哈薩 這個哈薩呢 基本上就是說 哈薩這個詞在中文很難很難很難翻譯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理解一下 這個這個詞就基本上就是說 在這個中文來講 一般來翻譯成這個 像這個 步入歧途啦 迷途啦 或者一個迷霧 就陷入這個 陷入這種 你就像打仗一樣 陷入一個 一個泥鬧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被限制住 或者那個 路況不好 路況不好 你的前面都大物 類似這種意思 好 那當然這個我們講的 Pipeline Hazard 就在講什麼事 就是說 事實上 我們前面提過很多次 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是 讓 ILP 也就是說 N-Swatching Level 就是說讓這個 同一個時間 我可以有機會 執行更多的指令 因為我在同樣的支撐工藝上 我應該是這樣 支撐工藝上 我就算沒有提升 那個 CPU的時脈 工作的那個 頻率的話 我可以讓效能提升 那當然就是要 透過這種方式 ILP去做 當然我們在前面 有播放這個 Intel的影片 有提到說 ILP現在也遇到一個瓶頸 不過那是後來的事情 但是更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更關鍵的地方是 不管我們用Pipeline 或是提出這個 Super Scaler Modipore Issue的話 基本上呢 還是會遇到 一些狀況 它會導致效能提升 而且可能會 有更大的成本 那這種稱為叫Hardard 基本上可以翻成三種類型 一個叫Structure Hazard 再來是Data Hazard 然後還有Ctrl Hazard 好 那今天我們來 逐步跟大家介紹 那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原本這部影片 它是有聲音的 我是借用這個影片 然後用加上這些說明 你可以對照它的這個 原本的英文的發音去看 好 好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叫做Structure Hazard 那Structure Hazard 基本上就是我們 其實事實上 我們在 執行指令的時候 它不是只是做 不是只是完全的R路而已 不是只是做這個 加減乘除 或是跳了下去 不是那麼單純 往往我們 在這過程中 其實比較困難地方在哪裡呢 這困難中 這個過程中 也會堅持非常困難 因為事實上涉及到這個 硬體資源 那比方說 大家都知道 這個CPU進展很快 然後呢 Memory進展 其實我們在上一段 有跟大家講話 CPU進展很快 遠大於這個 這個 記憶體的進展 然後呢 周邊 事實上還是很慢 所以我們知道那些周邊 像那個 像Disk 那些磁碟 就是網路這種東西 它基本上都是很慢的東西 好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基本上這些東西都很慢 好 那這東西對我們系統有什麼影響 我們今天還要來思考 如果說呢 這個 如果說 系統資源是足夠的話 我們繽紛多路去執行是沒有問題的 好 但是問題來 如果這個系統資源是有限的 比方說 就算CPU可以繽紛多路去執行多執令 可是問題是 我今天就是需要把這個CPU的那個 執行的結果 寫到什麼 寫到特定的那個周邊 或者說呢 我就是要等待 等待這些周邊的狀況更新 好 就像你去想想 我今天用CPU去 繪製什麼 圖形 那你畫一個圖形 比方說你畫一個英文字的A 好 你畫繪製英文字A 那這個東西就是用這個 很多方式啊 你可以用那種點證的方法去表達 好 或是說你可以用這個 限定代數啊 那種項量方法去描繪 所謂一個A的樣子 好 但是觀念要講什麼 這個A最後呢 它要畫到哪裡 要畫到一個 顯示的區域 比方像我們上一段提到的 Linus Frame Buffer 好 所以就是說 Linus Frame Buffer把這個繪圖區域 把繪圖這個 這些顯示記憶體的這個 操作呢 把它這樣 把它抽象成一個裝置 就是 Frame Buffer Device 那你想一件事 因為這個裝置呢 一定很慢 對不對 那沒有說快的CPU 要去等慢的 慢的這個處理器 好 那這有什麼問題 本質上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看我今天 繽紛多路之後呢 去做這件事就 不見得效果對不對 這個就要等 不等的話會怎樣 不等的話我們就錯亂 這不是我們要的 好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一個 我們要特別去考慮的 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講這個 ILP 我們在講這個 Paralyzen 基本上呢 不是這麼 這麼容易去達到的 其實很多這種 像這種 結構性的那種問題 就會遇到 所以注意到 這個 Structural Hazard 本質上它不會導致錯誤 但是它 但是它會導致 很顯著的這個延遲 好 然後接著我們再繼續看 就是說 接著有兩種主要的這個 扣掉 Structural Hazard以外呢 還有兩種主要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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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跟Data 跟Data Hazard 我們要做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Data呢 它就是要存取到什麼 就是存取到這個記憶體 然後呢 這個關鍵地方是什麼呢 很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的對 就是 暫存去對記憶體 好 我們昨天有講過 我們 之前有提過的就是說這個 LowStore的設計 LowStore的設計 它基本上就是 暫存去 對記憶體 之間的那種操作 好 可是問題呢 往往呢 對記憶體操作呢 我們有讀 有寫 那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要等待什麼 等待記憶體 資料的一致 好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好 注意看右邊這個部分 右邊這個什麼 這個生產線的履帶的那個變化 好 你有沒有看到一件事 很麻煩的是 事實上還要往前推 就是指令跟指令之間會有什麼 就是讀寫資料這件事會有相異性 也就是說你即便你分分多入 但是呢 比方說我最終就是在寫在某個地方的位置 就像你就想要吸引員的指標操作 我讀要從記憶體某個地方讀 好比方說這個16晶圍的100這個地方讀 然後另外一邊寫的時候也要什麼 要寫這個16晶圍的這個100的地址 好 那一邊讀 那一邊寫為什麼問題 那你要想 我到底要 以寫為優先 還是讀為優先 好 我今天 一定要你知道 一定要有一個退讓 就是一定要有人說 好 好比方說 比方說我們一讀 讀取來優先的話 那要寫的話 你練長等這個讀取完成 好 那寫路也是一樣 甚至你要考慮到一個東西是什麼 甚至我讀寫 既然有這樣的操作 比方說像那種銀行這種操作對不對 一邊扣款 就是比方說匯款這件事這樣 一邊要扣款 一邊要存款 好 那這件東西必須要 一口氣完成 我們稱為叫automic 就像原子一樣 原子一樣不可分割 好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在記憶體面有非常多類似的操作 好 那我們稱為叫做 我們稱為叫做sequential consistency 就是說 就是 呃 循序的什麼 循序的一致性 好 所以這個東西要 一個特別去關注的 好 簡單來說 記憶體有一大堆這種行為 所以生產性呢 導致你沒辦法等 沒辦法兵分多多 你事實上要 推來推去 推來推去 像畫面中看到這種 這種綜藝體 這個data 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呢 這個是很麻煩 就是 第一道指令呢 它要 它有一個結果 然後第二道呢 往往要等第一道的結果 然後呢 甚至要等到什麼 等到這個完成的時候 第一道完成 然後就接著第二道 好 Control hazard呢 其實有點像 Control hazard就是說 前面講的data hazard 是以資料的觀點 所以看到的 還沒有記憶體 好 那Control hazard大概 從行為上可以猜出來 這個什麼 流程有關 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事情 就是Control hazard 其實它考慮到一題 就是 我今天有跳躍對不對 就是說 我今天有這個go to啦 我有什麼 如果x大於0 然後就到a這個statement 如果x大於s小於等於0 就到b這個statement 就是在很多城市原則上 就這樣操作 那這個對應到指令的話 就是branch 那對應到branch的話呢 事實上 你就麻煩大家 你看到一個很大問題在哪裡 我今天別人多路去之前 沒用啊 為什麼 因為我資金結果一定要是正確的 好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我們在前一段 有播放的影片 然後它裡面有講這個branch prediction 事實上就是分支呢 一直是影響現代處理器效能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好 好 那所以 Ctrl Hazard呢 在意的地方在意 就是說它的那個 遇到分支 那我們勢必要 也是要陷入這個漫長的 等待 再確保說它的那個行為是符合預期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這部短片來講的話呢 幫大家複習了什麼呢 幫大家複習了這個 Pipeline Super Scaler 還有必要的什麼 必要的這些Hazard的行為 好 這個就是你要特別留意的 好 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呢 好 所以我們剛才影片來講的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Multiple Issue 然後 那Multiple Issue的話 就是說 實際上呢 會依據指定型態不同 會把它繽紛多路 那有些東西會特別久的 比方說像這個 一般來說就是這種Forting Point 一般來說是最久的 然後再來是像記憶體操作 一般來說很久 那反過來說 有些東西是非常快的 比方說這個 就是像 Test Test 而且 我去 比方說我測試AXS大於0啊 或是那些Bwise的操作 一般來說是非常快的 那另外一個是像整數都非常快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去把這個 就是我會透過這個 Dispatch 所以這邊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Dispatch 然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在Super Scale的想法來講的話 指令本身就像風暴一樣 就派送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為什麼它這個東西叫Multible Issue 它就涉及到那種派送 就像那個路徑一樣 繽紛多路 有可能是這個面談官 另外跟你同學人可能是A這個面談官 那你可能B這個面談官 那可能好死不死遇到什麼呢 遇到剛好這個機場在抓什麼 剛好有可能抓到一些可疑人物 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在那個LA 我之前去參加這個Linux Foundation舉辦的研討會 所以地點在LA 那結果沒想到我這個前面好像 看起來好像有點問題吧 我不知道具體它什麼問題啊 反正它被帶入小房間 那帶入小房間跟我們沒關係 因為我排在它後面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等它 那跟我同行的那個學生 那可能七早八早已經 已經已經 Approve 就是那個 那個移民官就按那個 Approve 之後就可以進去 他說不行啊 我要等我前面那個 帶進小房間 然後你不知道帶多久 反正總是那個行情就要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我那條路就像這樣 對不對 就是 你說我前面發生什麼事 反正我這條路就是 資訊上比較慢 那相對來講我學生就比較快 好 那所以對我的學生來講的話 我跟我同行的學生不只有一位 所以它可能 它可能有兩位學生都可能完成了 我還沒有完成 我還在那邊去去等 好 那沒關係 在這個 在什麼 在這個 以這個洛杉磯的這個機場來講 它就是可以做到這個 DECO Dispatch 所以它可以確保說 我總量還是可以服那麼多人 只是說我有一些特殊情況 兩種需要帶進小房間的 看它有什麼毒品 還是什麼前科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 那總之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在現代處理的想法 所以注意到 Super Scaler 跟Super Pipeline 的差異在哪裡 好 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Super Pipeline 好 Super Pipeline Super Pipeline 是不是在這裡 嗯 嗯 不是在這裡 我們複習兩張 兩張主要的畫面 就是 Super Pipeline 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是深度 好 所以注意到深度 所以在這邊來講 也有列出一些過往的設計 然後你可以看到四幾年前這個 那個Penion 4 1 基本上它的深度有更深 但是我們現代的處理器來講 就做一個取捨 就大概就是把控制在這個15個 15個這個 深度控制在15 然後呢 但是在這個 Multiple Issue的設計來講的話 基本上它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一個cycle裡面 同一個cycle裡面 有沒有機會這樣 執行更多道指令 所以注意到它的想法 所以可以看到說 如果像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 前面來講的話呢 我們從那個 CPI 從3 降到1 那之後透過這種機制 有機會降到3分之1 就是在這個 設計上考量 好 接著我們再前進到一個 很有趣的點 這叫做 Very Long Instruction Word 就是縮寫叫VLIW 好 這個VLIW 基本上它的 你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事實上你每聽都在用 怎麼說呢 比方說你拿出你的手機來 所以其實你真的 真的看到手機 要真的要感恩 真的是要感恩師父 讚讚師父 其實手機真的是很了不起的東西 但是呢 這個有時候想起來 這件事 讓人家覺得很難過 難過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個 內金半導體的這個 老闆 叫做 那個 黃松仁 這個黃松仁先生呢 他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 他說老外呢 是畫腐朽為神奇 腐朽對不對 不要你聽過那個 跳頻 斬頻的技術 這個斬頻的技術 這個斬頻的技術怎麼來 這個斬頻的技術啊 其實很有趣 這個斬頻的技術呢 其實以前是來自鋼琴 這個也可以在網上可以找到很多梗 這個是斬頻 斬頻這個技術是我們每天用的Wi-Fi 我們每天用的這個LTE 追距啊 基本上它背後的那種技巧 基本上的技術就是這個斬頻 那它的發明呢 已經等一下 已經過世了 那它在之前超過了100歲的誕生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很有趣的 它其實它是一個好萊塢女星發明 所以你可以酷斃了對不對 好 然後呢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簡單說 我們每天用的無線通訊 這個就是怎樣 這個其實它背後有很多很有趣的機制 但是呢 這個東西跟這個 好萊塢女星有什麼關係 這個 這個Haddy Haddy過去呢 她是那種作風很大膽 她是史上第一個什麼 全弩出境的女主角 大家就是 你懂吧 這個叫做成人片 然後呢 她後來呢 她 後來這個Haddy 就是 成為這個 軍火上的這個情人 成為這個 某一家軍火上的一個夫人 然後呢 她就因為這件事 她接觸到這個軍火上 她就開始思考 這個 你看她是 長得很讓你印象深刻 好 那總之呢 她在1940年代 1940年她認識了一個鋼琴家 然後這個鋼琴家呢 對她的那個 影響是什麼 因為她一直在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她的丈夫是軍火上 她的之前丈夫是軍火上 然後軍火上一直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如何去 讓這個無線通訊的過程中 變得更安全 那有沒有可能降低這種干擾 她就在思考 她遇到這個鋼琴家 家的舊群 遇到舊群之後 她就去思考 思考什麼事 就是說你看到鋼琴 如果我們今天鋼琴的演奏 你看那鋼琴家對不對 她就說 拉得很遠 拉得很近 那遠遠就可以聽到那種聲音 就是那種 那個間隔會跳得很大 它可以 就可以傳得很遠 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那個聲音都是很近的 就是 甚至聲音上它的那個 音調沒有差異太大的話 你可能 你可能遠一點就聽不太出來 那所以她的想法就是說 能不能透過這個 就是鋼琴上的一個變化 她把這東西 把應用在哪裡 應用在這個 無線訊號的 這種 透過這種方式去避免干擾 所以她透過某種編碼去做 好 那所以事實上 她就跟這個 黑底就跟她的這個 鋼琴師朋友 就開始設計這個機制 所以注意到她的專利什麼時候寫的 你可以看到專利 1942年 所以基本上這個專利已經 照今天來講已經過世了 所以過期了 然後但是這個東西很了不起 這個東西了不起的難 了不起的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東西 已經可以拿應用 所以運用這樣的一個技術 所以一開始只是鋼琴演奏上的技巧 但是呢 她也可以應用在這個 電子公司 所以這樣這個 這家公司就1957年就應用了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說 這個專利發明 發明56年早就過期了 而且而且 發明說黑底 那黑底呢 自己她也是 她是在2000年過世的 所以她剛好有機會 看見證到這個 科技發展 但是她從來沒有 因為這件事破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黃崇仁先生 她出過什麼 老外化腐胸衛生器 對不對 一個鋼琴演奏 一個鋼琴師 她做的事情既然怎樣 她可以影響到我們21世紀 不止21世紀 從20世紀末一直影響到現在 而且變成說 因為我每天生活所需的這個發展 對不對 就是畫腐朽維生器 但是她說什麼呢 後面一句話太經典了 她說老外是畫腐朽維生器 那台灣是什麼 畫腐朽維生器 你想一件事 手機這東西多難做 拜託 這手機難做的要命 裡面有什麼 Wi-Fi Wi-Fi裡面當然就有展品 然後手機裡面有什麼 各式各樣的顯示 顯示的技術 這個很厲害的 然後再來是什麼 手機上面有各式各樣感測器 手機上還有那種 就是人機介面 都要做得非常有效率 那你可以想一件事 你看手機上Wi-Fi 你去掃那些 我們稱為叫塞設備 就是說 去掃那些 SSポン的那個站台的時候 你會發現 手機上掃的就比較快 你的nodebook 掃的那個都掃老半天 尤其用某些 某些這個 nodebook 對不對 你會發現那個站台明明就在隔壁 掃老半天掃不到 手機都掃不到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手機沒辦法 它的塞設位就是要做到 很快 為什麼要做那麼快 因為做不快的話 你就沒有耐心 那反而 nodebook還好 不用掃那麼快 為什麼 因為你打開就會盯著 右下角 或是右上角 你看那個 塞設位的狀況 再決定我來臉那一攤 所以你看到 這麼難的東西 它是不是很神奇 對不對 想起來是很神奇 而且這麼小的空間可以做出來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很厲害的地方 做手機做到那樣看不起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我在講誰 像聯發科技這樣公司 聯發科技是一個很優秀的公司 然後 但是問題是什麼 大家覺得 這個用聯發科技面 就可以做三代手機 對不對 然後就覺得這東西沒什麼了不起 我記得以前被問到這個問題 某個記者問說 請問一下手機人人都會做 請問你們做手機有什麼用事 我覺得這很白癡啊 這是什麼鬼問題啊 對不對 我說如果人人都會做 那你會不會做 對不對 當然如果說連記者 記者先生 記者小姐都可以 都可以做手機 讓鈴鐺別論 但是就是 其實它是有難度的 但是這個台灣很會的地方 就是做化神奇為富雄 好 那這個鬼扯完之後 我們來繼續看這個 這東西跟這個 VLIW有沒有關係 有 事實上的VLIW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叫做 DSP DSP DSP的這個 全名叫什麼 叫做數位訊號處理 我們都知道電腦裡面的那個 電腦裡面的那個 都是數位的 不是都 不是都 就是主要是數位的 電腦還是有一份類別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就 電腦主要的這個訊號 是處理數位 也就是0跟1 可是在真實世界來講的話 不是這麼一回事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講那個溫度 溫度呢 它不是離散的 它是連續的 那同理 聲音也是連續的 那 影像本質上那些能源變化也是連續的 好 所以我們要思考很多點就是說 比方說像我們講聲音 我們在講話的過程中 我們講話的過程中 其實要考慮到議題是很多的 為什麼呢 你就想像手機你在講電話 對不對 你看喔 我講電話 你看我這個 思考一下我這個講話的過程 我講話 講 講 然後話機越靠越靠近 你看我講的聲音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你看我現在講話是這樣 然後呢我今天有個遮蔽物 遮蔽物 好 你看我講話說的確有這種影響 可是呢你聽 接手機的時候為什麼聽不到這種聲音 這種聲音 影響為什麼都那麼大 倒臉簡單 因為我們有做什麼 我們有做Echo Cancellation 就是我們有去什麼 去回音 有做過手機的朋友們可能知道 但是我這邊快點跟他講一下 Echo Cancellation 所以這個叫做回音消除 所以簡單說這個東西在做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它透過這個音波干擾去消除 麥克風跟喇叭之間聲音的那種 我們稱為叫feedback path 產生那個雜音 所以就是因為你講電話的時候 它的回音就像那個峽谷裡面 大喊大叫 那個是很顯著的聲音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時候 在1950年代就發展這東西了 好 這東西需要大量的運算 而且它做得非常快 所以你看到運算又大 那個速度要快 好 所以事實上它不能用普通的處理器 因為普通處理器有問題是嗎 像你那個intel處理器 它可以做很快 可是問題是它很好電 然後這東西又要做到又快 就是計算量又大 然後處理又快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嗎 又要很省電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事實上 像什麼 手機啦 然後什麼 電話會議啊 這種這種 可能在工作朋友都很熟 這個叫什麼 就那個八爪 八爪怪對不對 就是在會議是擺一台機器 所以你要想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因為你看 做得近的人 跟做得遠的人 我們這個收訊的過程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做大量的這個訊號處理 所以這個東西呢 有興趣可以去參考這個領域 這個稱呼叫DSP 基本上每一支手機背後都有DSP 而且這個DSP呢 包含什麼 有聲音的DSP 有影像視訊的DSP 甚至還有一些可以通用的DSP 像Quarkon的晶片那邊就有通用的DSP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東西非常有趣是什麼 它需要很大量的預算 然後它需要一些 大概依稀有一點感覺對不對 就是說它需要一種方式可以做得很快 所以注意到 在DSP裡面 大量使用這種這種架構 叫VLIW 這個 所以你可以Google搜尋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資料 你看到 我們找這個VLIW 再找DSP 可以找到什麼 有超過48萬筆的資料 就是跟你講說 這個VLIW BREADING RONG INSTRUCTION WORLD FOR DSP 你可以看到一大堆這種訊息 好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用途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的想法 我們來想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前面一直在講ILP 那有沒有可能呢 我從頭到尾就是把一堆指令塞進去 你就想像說 我們今天 比方說像訊號處理來講話 它會大量做什麼 它會做大量的乘加 什麼叫乘加 就乘完之後做加法 乘加在什麼時候很常見 比方說矩陣 對不對 矩陣的什麼 矩陣的乘法 它會有Raw Colon 對不對 做完預算 它會租 就是Raw跟Colon 做乘 乘完之後再加 然後再把這些結果 再做類似的操作 在乘加 乘加 它有一堆這種操作 所以我們在想說 我們有可能把這種指令 把它一口氣把它塞進去 也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稱為這個中文叫做 Very Long Instruction Word 所以關鍵的地方是 後面那兩個 IW 它是 就是 它的這個 印刷詢 它的編碼 跟過往的Risk編碼 很不一樣 過往編碼比方說 DataMove DataMove 比方說 Load也好啦 Store也好 它基本上是一套指令 然後這個 Very Long Instruction Word 注意到我們講Word Word Word就是處理資料的 就是我們DataBus的寬度 所以比方說你的DataBus是64bit 那只能是64文言的架構 可是如果說你的DataBus的寬度 是高達128個bit 所以就這樣 當然還有可能更多的 就看你的需求 也就是說 我同個時間會塞入很多的指令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部影片 這影片是普ыл斯頓大學的那種 現場教材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真的是很幸運 真的是很幸福 就是說你可以在透過網路 就可以隨時隨時評打 sniff 各大名校的現場課程 好 我們看一下 普ыл斯頓大學這邊計算学 課程 這裡看到 你在畫面中可以看到說 就是說這個東西怎麼排 就是說它同時塞入了Operation 對一般的Risk的編碼來講 它是前面是OP code 表示它是什麼動作 加法、減法、乘法 或是load or store 那後面叫operate 就是說比方說1加1 1加1這個操作 1加1這個1 第一個1跟第二個1就是這樣 分別就放在operate 可是你可以看到一個卡玩的地方 它其實放東西了 一口氣放一大堆OP 就是說它不是只放假法 它也放乘法 成加 然後還放什麼 機體操作 所以它放了1到1操作 然後甚至什麼 浮點一口氣把它塞進去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回想一下那個 我們講那個Superscaler 來回想一下這個Superscaler 然後看到這個Superscaler 來講的話不是繽紛多路嗎 所以它的想法是什麼 既然你就是總是在繽紛多路 那我乾脆把這些繽紛多路的東西 給它排到什麼 排到 一次處理的單元 你看 原本multiableissue的想法是什麼 我繽紛多路 我趕快去fetch fetch完我去decode decode完分繽紛多路去執行 那我乾脆把這個東西這樣拼起來 所以這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buiw它的操作是拼起來的東西 所以就像畫面中看到這樣拼起來 那所以你會同時會做 又是做整數的啊 又是做low store 又做什麼 又做這個浮點數 然後如果具體來說 我們來看它的指定的安排是怎麼排 當然我們就中間審料非常多細節 這個中間有精美的結束 我們就來 所以我們注意到 我們如果講座這個 講座用意是什麼 是個懶人包 是跟你講座它大概怎麼排列 然後主要是來引導你去結束這些現場教材 我覺得這件事是 以我們的教育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你看喔 看來看這件事好 所以比方說呢這邊來講的話有什麼 有乘法 加法 還有減法 所以它關鍵的地方是 它把這些 一口氣把這個指令把它塞進去 所以注意到這個 以這個大塊刮起來的話就是一個 一個指令的一個什麼 一個單元 以前是一個操作 前面講過的 加減乘除是OP code 然後它對應的 那個什麼 R1 R2戰略器 或是數值 它就說是operate 然後呢 但是我們現在把好多個 什麼 OP code operate 然後把全部塞在什麼 一次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128 bits 什麼 的那種 instruction word 所以注意到它用詞叫instruction word 我把它塞進去 那這樣是什麼好處呢 所以同個時間能夠執行的指令 有很大比例這樣 有可能會得到就是 有機會做的比較快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就是說 事實上指令跟指令之間延遲可以降低 然後如果說你的compiler做得非常好的話 你compiler做得非常好的話 你可以讓整體的輸入大幅提升 這個東西非常適合用在前面講過這種 echo cancellation 或是這種聲音的訊號處理 影像的這種處理 非常適合 所以如果說 當然這個影片其實你回去這邊看 它講得非常好 那它還有會有有趣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來用視覺上去呈現的話 它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它的長相就長得像這樣 非常奇怪對不對 你看我們講pipeline的時候 不管是什麼 不管是那個super super scaler 或者什麼super pipeline 基本上怎麼排列就是長這樣對不對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它的排列有點詭異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同一個時間要執行執行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看這好玩的地方在這裡 因為我同一個時間 我在我在我的每一個instruction world 我就保證我執行一大堆執行 所以比方說我在同一個instruction world 你們就保證什麼 保證可以執行三個微小的操作 三個單位的操控 會稱為叫micro op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因為執行功能很久 所以我這時候再做什麼 我在做fetch decore 接著再做這個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你看喔 我在沒有使用super scale的技巧下 我可以做到什麼 我可以做到 看起來 同一個時間可以執行什麼 執行三道指令 所以它的CPR算起來也是什麼 也是0.33 跟這個很像 但是它又可以省掉什麼 這種繽紛多路 注意到這邊都有電路 所以它事實上耗電會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VLIW它適合什麼情境 它適合的情境就是說 我已經很明確 我已經設計好的演算法 可以讓我的運算是繽紛多路了 所以它適合特殊的訊號處理 因為以訊號處理來講的話 它很多操作本身 它本來就可以設定出好的平行度的 平行化的演算法 然後呢 換個角度想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我們人的耳朵 人的耳朵 這很有趣 我們人的耳朵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DSP 怎麼說呢 你看你思考一件事 不要說你在這個繁華的台北 繁華的台北 你騎著機車 或者走在路上 你可以很容易去分辨說後面有車 你不用看就知道為什麼後面有車 因為它有聲音 引擎聲 對不對 喇叭聲 它有行進過程中那種發動機的聲音 然後呢你可以知道 後面的公車好像在靠近你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耳朵很厲害 它可以分辨這些訊號的來源 它可以依據它訊號的強弱變化 推知它是從後面來 或者是從旁邊來 所以你事實上就算眼睛沒有看到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訊號處理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反過來說 如果你耳朵有障礙 比如說你知道有些朋友需要用到助聽器 用到助聽器的時候很麻煩 它聽起來聲音 所有的聲音都聽起來像廣播一樣 比如說什麼三連四班周節的 趕快來訊導出來 這種東西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廣播 廣播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你衝到的紙 只聽到一個喇叭 比如說這個廣播在喇叭居然在頭上 那你聽到這個聲音 然後你就只是聽到單一的聲音源 你沒有要分辨出這個人說話 是一個人在說話 兩個人在說話 你其實分不太出來 對你來講的話 你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音源 有什麼聲音在那邊就可以知道 即便是有兩個人坐在麥克風前 但是對你來講 你分不出那個麥克風是左邊的發聲音 還是右邊發聲音 或是左右一起發聲音 其實你分不太出來 你從頭到尾只能聽到說 從它的聲音的強度 或是聲音的頻率 你可以大家知道說 可能是一個人 有可能是兩個人 所以事實上 這個訊號處理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運算 好 問題來 VRW提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又可以處理大量資料 又可以怎樣 又處理速度又快 然後最酷量是什麼 又省電 好 問題來 這東西最難的地方叫什麼 它的Compiler 很難設計 所以即便 即便這東西已經大量的這樣 大量用在像DSP的領域 但是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非常多的DSP 都是VIOIW的架構 但是因為它的Compiler太難寫 它要寫出有效率程式很不容易 所以這是過往發展一個有趣的事情 我們可能知道一件很重要 就是各位可能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IA32 以前Intel三色位的指令叫IA32 那IA32到IA64的時候 它也很不順利 因為事實上 這個到IA64的時候 Intel跟HP合作 想要設計一個新的指令 一勞勇一擺脫過去那些指令 所以IA64的設計 基本上是跟Intel原本的指令是不相容的 那所以後來才有這個X86 X86、X86、X64 我們在前一段有提到X86、X86是誰設計出來的 X86、X86是誰設計出來的 是叫AMD設計出來 所以稱呼叫AMD64 它不是Intel設計出來的 那Intel發生什麼事 因為Intel跟HP在練功 練什麼功 IA64 IA64的架構它基本上就是這個VIOIW 那注意到一件事 VIOIW如果你妥善設計的話 妥善使用的話 你有機會 做到 有機會做到一個 high throughput的設計 但是問題才太難寫 好 快速回顧一下 所以這個VIOIW基本上就是說一道指令裡面可以自行多個操作 好 然後 那 因為所有資料都把它塞在一起 所以事實上你不用去想這個Data Dependency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 所以我們前面講的Store 基本上它的那些像是Ctrl Hazard 或是Data Hazard 有機會可以消除 所以你不用花太多時間去思考它的那種相應性 但是壞處是什麼呢 如果說你遇到那種catch miss 就是 尤其是你這個資料讀寫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時候那個成本 遇到IO那個成本 就是你又要catch miss的話 它空格的成本是很大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前進到就是說 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稱為叫做 刷尋dependency 我們前面在講這個效能的時候 我們做很多 對比 就還記得我們前面有講的時候 不是有用到一些動畫 熱高的動畫 還有說我們在上一段 以這個遊戲為主 然後去跟大家介紹這個 就是處理器在這方面的思考過程 但是更關鍵地方在哪裡 更關鍵地方是我們要怎麼去衡量 處理器的這個 處理器的效能 這是我們要特別去思考 然後在前進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 兩棟屋 我們再繼續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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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前的話 我們提到這個 《Super Scaler》 還有翻說 一些架構 比方說像《VLiW》 這樣的一個架構 但是這 跟關鍵地方 其實不是架構本身怎樣 而是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像是《Super Scaler》 或者BIW这样的架构设计 我们作为一个软体工程师 应该要怎么去运用这样的架构 才能够充分发挥硬体的行为 那讲到这边的话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那当然你可以不论同 我认为说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 是叫纯软体 就是我们思考一件事 很多人觉得网页应该是纯软体 但是想想看 这个网页你在iPhone上跑得好好的 难道把它搬到Android手机就跑得好好的吗 很难说吗 然后再来是说 同样是iPhone、iPad 或者是所谓水果家族 Apple家族的一些装置 它的网页真的可以做到完全不改 就可以用到这上面吗 很难说 然后就算你做到了一个什么 叫做RWD吧 反正就一些新的设计 它可以很容易去改变说 从Portrait mode、Letscape mode 反正就说横的摆、直的摆 都可以跑得很顺 那里面的Juasker可以跑得很顺吗 这是很难讲的问题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把现在的网页搬到五年前的机器去试看 不要五年前 三年前的机器也许跑起来就不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重点是什么呢 在这功能里翻译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即便是网页看起来好像很Portable 好像是它的可惜性好像很高 但是实物上它在不同的装置上就有不同的效果 或是人们在不同的装置上 它预期看到的内容就不同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软体这件事 它其实也不是单独存在的 我们会知道硬体它就是 硬体会随着你的销售 对不对 就是说有各式不同的制造商 它可能有些卖一种大型主机的 有些卖小的主机 或者那种无风扇的主机很安静的 然后是像你家里用的那种NAS装置 那当然也有可能像那个Nordbook 就是说它可能是做一定的取舍 那它可以轻薄短小 但是运算的力还是够好 那或者说像一些特制的装置 像一些智慧手表 戴在身上那种智慧手表 那这种东西相对来讲 它运算的力也是有 但是它的待机时间 也是还算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 但是观点方式说 这上面软体跟硬体都是相辅相成 所以在我的认知上 我认为说没有纯粹的软体 当然也没有纯粹硬体 这年头没有人只想买一台硬体 就可以运作 其实它要搭配软体 这都摆在一起 所以回到这个观点的话 如果你赞同刚才的说法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作为软体工程师 我们要去想什么点 来看一下对应到这篇文章 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命题 它说什么呢 如果5-stage pipeline 有机会做到5倍快 那为什么不设计一个20-stage super pipeline 然后如果4-issue是好的话 为什么不继续再扩展这边8个issue 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公考 我们只追求高效能 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个什么 一个50-stage pipeline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 就是20-issue的那种设计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从过往的历史 就是过往的历史 所以再一次我们都看到历史的重要 对不对 重要是什么 试试上看 诶 这边到8的时候 就停下来了 有没有真的有人冲到20 没有 主流设计没有冲到20 这一样 过往设计冲到31 但是现在主流设计反而是什么 就是15左右 是15上下 这说明什么事 说明其中肯定有一些道理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张讲 instruction dependency latency 这个在讲的议题 那我们具体来讲这个 看这个程式 所以你看 理解处理器的运作 往往也要从 软铁管理来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追求是整体的效率提升 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思路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这段程式 这段程式码做什么 它把b跟c的结果 assign到a 注意到 这个东西不能念等于 这个东西是assign 就是表示指派资料 然后对岸的翻译叫负值 但是请你不要用这个字翻译 负值 不是这个负值 负语的负值 不是说不要啦 避开啦 因为其实这个翻译 我回去翻了一下 我这个二十多年前读的电脑书 其实基本上当时没有这个词 所以注意到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对岸风格 对岸的这个翻译风格 对岸的基本上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在那个 这个每一个术语 好像比较assignment 就会对应到一个中文字 这个是在这个对岸翻译风格 但是在台湾以及这个传统的这个繁体中文的这个世界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在意的这种形音意 就是意识上的这个操作 所以事实上过去我们怎么翻这个词 过去我们是把这句话把它翻成什么 B加C相乘的结果指派到A 所以注意到翻译的时候应该把它翻过来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书就是这样写的 所以同理这底下这个东西这个A 跟A做加法之后 就A递增之后把它指派到哪里 指派到D 然后这时候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边我们所谓的指令相依在哪里 这边显然一个A A的结果是从B跟C相乘之后得到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这两道指令 我可不可以单独执行 事实上不行 为什么因为上面那道指令一定要先做 底下那道指令才能够这样继续做 所以回想一下我们刚才前面讲这个 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Super Scaler 你要想一件事 今天Super Scaler提供 就是这个Super Scaler设计来讲 它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就是Multiple Issue 所以它提供你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 你可以缤分多路去执行不同的指令 可是指令跟指令之间一旦有相应性的话 你就不能缤分多路 你一定要让某一道指令线做完 再做下一道 所以你光看到什么事情呢 你光看到这样的一个程式码 就悲剧了 对不对 这样的程式码就是说 我不管怎样 我缤分就算缤分20度好了 你就是要等它 所以你看我前一段讲到什么 讲到我去LA 参加Linus Foundation办的烟讨会的时候 就遇到这个问题 我前面那个人就是被交进小房间 但是一旦行警跟英文官跟小房间对谈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吃吃的等 对不对 因为我的序号是等 就是它就是它要在前面或在后面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地方是 要怎么去消除这个相应性 怎么去消除这个相应性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它分两个层面去思考 第一个从架构上就是处理器架构去思考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VLiW 它有机会降低指令的相应性 资料的相应性 为什么 它会把一次做的东西摆在一起 所以它的想法是什么 像VLiW的想法是 好 我就一口气把这东西塞到 你的Instrache Word里面 塞到这128bit编码的 或者是256bit编码的 反正我不管 我就把它塞进去 这是VLiW的思考 那另外一个失误是什么 是Compiler 就是说 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方式 可以去降低这个指令的相应 以Compiler的观点来讲 你看到最终的D的结果是什么 D的结果是这个B乘7再加上1 就是D的结果是从B乘7的结果再加1 但是我发现什么事 如果说Compiler追踪追到后来 发现D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在用 这件事好玩 如果抽到D根本没在用 或者D被用到的机会很低 我干脆就干嘛 我就把A加1的结果 A加1的结果指派到D这个操作 A加1指派到D的结果 把它搬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把它消除掉 所以B乘7 注意到 就是B乘7的结果 删到A这件事的就这样 它就会跟后面的指令 也许也许这样就可以缤纷多路去执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说 我们今天讲高效能的运算的时候 编译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我前面一段有提到说 我们要了解这个计算机结构组织的时候 你可能要了解什么 数位逻辑 然后你可能要因为这件事去知道很多的观点 所以一般的大学课程都是设计说 先让你了解这个数位逻辑 学完数位逻辑再学计算机组织结构 然后再下一步呢 前进到这个作业系统 所以你要作业系统这么可能 在这之前呢 它就有很多背景知识 其实是非常多的 当然有时候学取顺序颠倒 就像过去一样 我20年前学作业系统的时候 我学是先取作业系统 我才知道计算机组织很重要 然后学计算机组织结构的时候 发展看不懂 因为里面有那个数位逻辑 然后就反过来 这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20年呢 我除了学作业系统 我发现因为很多效能的关键 都来自编辑 所以事实上绝大多数作业系统的人 他对编辑会有概念 像Linux Thomas他就很有趣 他的有时候就会在论坛上 他就会发表他对编辑的认知 所以比方说他有时候批评人家说 为什么这段程式码要用组合缘写 他说这段程式码要组合缘写 不会像我用Ccode来得快 这句话听起来不畏对吧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你用组合缘写 但是你没有对处理器有足够的认知 你不知道编辑期 其实他能够做的最佳化的水准 你已经不晓得他的差异了 所以事实上我希望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我们当然有可能在不计成本的前提下 打造出那种什么 20 stage super pipeline 再加上说什么 20 issues 这种很复杂的设计 但是往往这样的东西不会快 所以注意到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刚才提到的东西 我再帮他复习一下 当一到指令 从执行阶段 然后到可以被其他指令运用 这个称为叫做 instruction license 我们在现代的高效能运算 其实要很认真去避开 或者是去缩减这个instruction latency 接下来要探讨议题 跟这个议题很像 但是就是更具体一点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段 就是在上一段 一开头就播放的影片 就从游戏的观点 那里面讲到好多次的branch prediction 那我们现在终于来认真来跟大家探讨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基本上很无聊 但是乍看无聊 但是背后的想法是很复杂的 怎么说呢 来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这样的statement 西语言的statement 就是说他去判断 A是不是大于7 如果大于7的话 我会走入这条路 反过来说 如果A的值是小于等于7的话 我会走入另外一条路 所以你看同样是做对B做assignment 就是把数值放到B的话 但是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有可能会走这条路 有可能走这条路 换言之呢 如果我们考虑到几率分布了来讲的话 假设A是一个随机的值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是50%的几率 B的结果是C 有50%的几率 B的结果是D 可是我拟了 真的是50%吗 上面是50% 下面是50% 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往往不吃嘛 对不对 好你看 A说明从头到尾 它有可能永远大于7 如果我们把7换成0好了 如果A是Unsign Integer 在西语言来讲 如果它是Unsign Integer 它一定怎样 一定是大于等于0 也就是说 它今天如果A是Unsign Integer 它要大于0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对不对 以那个数值分布来讲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呢 完完全全这个Case 根本不会发生 有没有可能 就是A大于0这个Case 或者A小于等于这个Case 有没有可能它完完全不会发生 有 但是刚刚的地方是 你可能在执行时期才知道 就像你的人生一样 对不对 你说读了大学 这个大学学了很多课 学了Deep Learning 学了这个 学了什么 学了这个Fintech 学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发现你毕业之后 根本用不到 对不对 发现你出去工作之后 就是去某家知名大公司 然后打开ESale 然后写VPA 不再讲理好 但是就说很可能吧 对不对 可能因为工作就是做这件事吧 所以就想 我在学校学Deep Learning 有没有用 学这个Fintech有没有用 学了一堆复杂的 只要结构演算法 最后后来都在写这个 在一生有做VPA 对不对 对 知名大公司都会喜欢做东西 可是呢 你看 这是很尴尬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 你过去学的东西有没有用 好 我们不能说没有用 好 我们必须思考 高准教育有什么花很多心思 教你这些东西 就是让你在需要的时候 会拿出来用 当然你可能一辈子是不需要的 但是就是说 但不代表它没用 好 那我们再继续探讨 这段程式码呢 它如果把它翻成这个组合园 如果说以On的这个组合园来讲话 它大概的风格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 会做Compare 所以比方说我跟A的字跟7就比较 注意到这个是一个 这个 它不是真正的On的组合园 只是说它是近视的字 就近视的那个 刷新相似 但是行为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接着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所以它就是 你就想要高阶的一个描述 大概长这样 就是说我去A跟7这个字就比较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小于等于的话 就跳到什么 小于等于跳到这个Label Label1 那 所以你看 如果是 小于等于会跳到这个东西 所以跳到Label1就这个 然后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是什么 一定就是大于 一定大于的Case 所以我就把B的结果 而删到哪里 删到C 然后呢 然后跳出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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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叙述 所以跳到这个Label2 好 然后这个是这个组合园的 对应的组合园的行为 好 那这个东西难在哪里呢 难在说这个跳跃本身呢 是有条件的 所以注意到这个跳跃呢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Conditional Branch 然后呢 如果你对On比较熟悉的话呢 这个东西这里面有个数字叫什么 Conditional Execution 注意到呢 这个是On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利 注意到这是专利 这个On的指令呢 就是在On的指令 有很多是有这个Conditional Execution 它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我今天一道指令 它其实它是会跟一句跳跃 我跳跃的时候会 跳跃 就有这个Branch 这个注意到 请你不要把跳跃翻成什么 跳转 跳转也是对按术语 就是请你支持我们的传统 传统中文 繁体中文 还有台湾的科技的传统文化 注意到我们台湾的科技文化 是比对岸来得早的 所以应该用我们的术语 我们的术语 我们的Branch都翻译成什么 跳跃 Jump Jump也是翻译成跳跃 Jump也好 Branch也好 翻译成跳跃 不是跳转 好 所以就说在这个On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 我在做很多操作 不管是跳跃也好 或是说 加法 减法 乘法 也好 我是看条件的 也就是说 我条件符合 我才做加法 我条件符合才做减法 我条件符合才做这个 资料的翻译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可以增加指定的密度 所以 这个On的设计来讲 它有个conditional execution 其实基本上都在提升指定的密度 好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地方 不是这个部分 而是什么 而是从 效能观点来思考 好 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因为呢 这边有个BOE 这个 就是 再讲一次 这个BOE是什么 这是 小于等于的时候会做什么 会做跳跃 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 conditional branch 好 这个东西涉及到的议题 是很麻烦的 就是说 你去思考一件事 假设呢 你今天的东西是长什么样呢 假设是 假设是这样 好 然后你已经什么 你已经 你已经要执行BOE了 好 就是假设在这边要执行BOE了 我要 我小于等于的时候我要做跳跃 好 假设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那请问 在这个阶段 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 另外一个指令 decode好的指令 或是 在下一个指令 它是怎样 下一道是decode 在下一道是 是 下两道是什么 下两道是fetch 好 所以你看 过去 就是接下来要做decode的指令也好 接下来 已经fetch的指令也好 我是不是要抛弃它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很不幸的 在这个case下 你很可能这样 你很可能要 要抛弃 所以注意到 它不是必然会抛弃 但是就是 它很可能会抛弃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讲哪一段 因为pipeline来讲的话 已经怎样 已经把 下一道 下下一道 或是接下好几道的指令 先已经fetch 或是decode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困难问题 也就是说 branch 对系统效能的影响 是很大的 因为它会让pipeline 流于什么 流于 无效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然后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以现代的层次来说 大约有7%到15%的指令是什么 是条约 所以条约 所以条约包含什么 像对应到西元 就是go to 对应到西元还有什么 function call 这些都是条约 当然还有这个if else switch 就是说 所以你看这个 if else go to switch 然后那个while 然后当然for 这个都算 还有function call 你看光西元就那么多种 那当然有些程式元更麻烦 它是什么 像动态元 那这个动态元的话 它有个重要特性叫什么 叫ladybunning 就是那个latebunning 就是说 尤其在这个物件导向语言 它有很多这样的设计 比如说 我今天要做function call的时候 我往往 我不是在执行时期会知道 我是在 具体来讲 一个物件 对应到的一个方法 对应到一个真正执行的函数 是在执行时期才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 很麻烦的又是什么 你让你是 假设你分支可以预测 可能也预测不出来 你要在执行时期才会怎样 的后期才会知道 你其实一看fetch指令的时候 或是decode指令的时候 你看不太出来 你只是看到说 它要呼叫某某东西 好 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 这件事对效能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配偏我刚才讲过 7%到15%的指令 基本上都是这样 都是branch 各式各样branch 尤其在现代的这种 物件导向 或者说通过虚拟机器去执行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来思考 怎么办 遇到这种case怎么去办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用拆的 这个你看 这个其实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触 就说 其实发现的时候 其实 与其在某个环节里面 琢磨老幻天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电脑解决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要跳出这个层次 对不对 像刚才来讲的话 就是不管分支是走上面那个分支 像这个 不管走上面这个分支也好 还是走下面的分支也好 基本上都怎样 都对这个PIPALINE的那个效能会有影响 但是呢 我们如果可以跳多这一段 我们去想它的基地分布 所以再讲一次 讲什么呢 数学 这时候的数学的重要 很重要 就是就很明显 对不对 你可能在那个工程数学学过什么 马科夫圈 然后呢 或者说学到那些什么 像蒙迪卡罗 那种 以机率观点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从这一段开始 从这一个环节开始呢 我们处理器的设计 跟机率 有很大的观点 也就是说 我们要从过往的执行结果去回推 去回推它的行为 以及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这时候要介绍一个字 这个字很有趣 我们这个字叫什么呢 Speculate 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字的意思 因为你接着会看到很多次这个字 这个Speculate 就是说 事实上呢 它的 它这个意思很难 很难直接翻成中文 所以我们这边用那个 Dictionary.com 用这个English Dictionary 来解释 好 那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 你看到 它用的这个什么 用的这个 英文解释 其实也不是那么直觉 对不对 好 你注意到第二段 第二段呢 它就跟你讲说 它是什么 理论上 而不是实物上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它有一个概念是什么 它不是这么直觉的事情 它其实是从什么 从行为面 去看它的运作是怎样 从过去的这个群体上的行为 比方说像我们来讲说 比方说16岁以上到18岁的这个青少年 那它的新闻模式 它可能跟什么 28岁到30岁的新闻模式有很大差异 为什么 我们透过个体的分析 我们透过一个足够大的数量 就是统计的数量去猜测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就不讲它中文 因为讲中文很容易有失误 所以speculate 其实它我们着重的是 从行为面 从这个统计的 或是从学理 从理论上的观点去看待 事实上这东西能不能对应到 实物上真正的行为 这往往可能会有些落差 但是以这个执行来讲的话 往往就是拖着 拖着这样的一个 行为模式去分析的指令 所以如果说呢 我的猜测 猜是什么 处理器能够去猜测 今天分支手上面那条路 是居多的话 那我就尽可能执行的时候 我就怎样尽可能往上面那条路去做 当然有没有可能猜错 有 那猜错呢 就会有个什么 猜错的成本 我们称为叫 叫mispredict 就是说 我猜测猜错了 那我们今天就要去思考 mispredict的成本有多大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今天猜测 我今天这个猜测方法有哪些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称为叫static bench protection 就是顾米斯就是说 他是一个静态的 就是说 事实上他就照着一个 照着某种行为去推测 那这个推测呢就是 比方说对于一个nsine integer 西语言的nsine integer 那如果说有个x大于0 判断s是不是大于0 那这件事呢 就回想一下 刚才这段词字嘛 如果这个东西是把它换成a大于0 然后呢 a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 它是nsine integer 那nsine integer大于0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它唯一不成立的状况是什么 是a的值刚刚好就是0 以nsine integer来说的话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安排什么 安排说 反正就是a大于0 这个判断 基本上都会true 就是大部分的case都会true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分支预测 但是往往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熟悉unis的朋友都知道 unis很多系统互交的会穿质是什么 0是假如是成功 那尴尬的地方是 很多系统互交本身都会成功 对不对 所以尴尬的地方是 这件事的往往有可能会猜错 然后所以有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 是在执行磁器去猜 那当然你知道前面叫东台 前面叫金台后面就叫动台 那所以这里面注意到 它有非常多方法 就是说我猜对跟没猜对 然后甚至它还有一个东西叫 就是用一个分支预测 它有一个表格 有限去可以查一下 prediction 所以不要说要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在计算机组织的结构里面 这个branch predictor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领域 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是只是猜 我不是盲目的猜 我们要考虑找一件事 就是说这次发生 下次发生的机组是多大 所以为什么你在大学的时候要学工程数学 你在大学的时候 当然你去学到工程数学选秀 但是基本上你会学到机组统计 因为这背后有很大的比例都是机组计 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去找branch predictor 再加一个什么 再加一个machine learning 对不要怀疑 就是那个很汉的那词 machine learning 然后你看到 这个潮海里面是什么 我看了都精呆了 竟然高达什么 高达3800万笔的论文 或是研究 跟你讲什么 跟你讲说branch prediction 你用到哪里 就是用到machine learning的技巧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这就是显学 再讲一次 我们今天学习工程 是为了什么 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盲目的学machine learning 不是盲目说台大志工的陈运龙教授 他教得很好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听 很可惜我还没听到他的课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陈运龙教授教得好不好的问题 而是说我们今天把machine learning怎么用 像陈运龙教授花很多时间研究这嘛 chapboard chapboard用途是什么 就是他可以去分析你的聊天的状况 然后给你一个回应 那这样东西可以用在哪里 比方说银行 你看像那个天猫啦 支付宝这种东西 你如果去打开他的网页 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今天跟卖家对话的时候呢 我有个聊天机器人可以回应 我可以说这个东西 表面要搜寻一个什么 搜寻价位在某个范围内 那你过往可能要点一个表格 点很久不用 你现在就说有没有那个什么 有没有新的包 有没有新的这个皮包 有没有什么价位在某个范围内 那你可以跟他对话 那银行也是 对很多银行人来讲的话 他必须花很多钱去养那个客服 就是那种客服服务的人员 可是客服务的人员 他往往能够服务的对象很有限 即便他一天二十小时都安排人了 这件事很重要 但是什么 但是因为这个需求太多了 而且人力的成分又增加很大 看到业务量增加很大 然后那个什么 这个客服人员的成本 不管是薪水 或者说他们的服务品质要提升 所以很繁琐的事情 可不可以交给机器来做 可以啊 所以这种checkbox很重要 所以你看machine learning 这时候就很重要 同理machine learning 用在哪里 也是一个刚性需求 就是这里 French protection 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知是什么 就是说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 不可能跟你讲这个princh prediction 但我希望大家认知是什么 这里面背后有非常多学问的 而且大量的 大量的可爱的数学 那过往呢有很多方法 所以你们会看到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会分成什么 就是从过往 就是发生跟没发生 就是你猜对 猜对 接下来猜对 或是猜对 接下来没猜对 它有很多这种方式 然后会分好几种level的 然后事实上它有非常多变形 我们这边在wikipedia上看到的只是一部分 你看到前面还有一些细节 后面为什么看不到细节 因为后面太复杂了 那像刚才讲到说用machine learning的技巧 我们就称叫hybrid predictor 它其实涵盖非常多面向在里面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线学 就是发生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是用了很久了 注意到这东西在什么时候开始用到呢 在查得到文献 其实它提到在2000年也就有 然后注意到这个东西在好几家厂商已经用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MD MD在它们的架构 在它们的microarchitecture 就是我们在上个段提到 处理其内部的设计 就是从我们讲microarchitecture 其实它已经用到了 然后这个东西在这个 在多核的时代 比方说熟悉UN的朋友可能知道 UN有个东西叫什么叫big little 那big little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ketogenous 就是一个抑制多核的 什么叫抑制呢 就是说事实上它有效能比较差的 跟效能比较好的 CPU cluster 注意到我们用点叫cluster 就是CPU的冲击 你讲到它是用barg的系统 它可能是什么 比较弱的barg 更比较强的barg 你说手机没事要塞一个比较弱的东西干嘛 为什么不也是用高档的东西 不是 不是说这个手机的厂商没有产业 不是啊 绝对不是这样 是说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用比较弱的东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比方说打电话 打电话很多时候CPU不用参与对不对 它是modern去参与就好 听音乐也是这样 听音乐有DSP 有特制的晶片 特制的ASIC去帮你解码 然后还有做一些必要的操作 所以CPU不用设立太多 用比较弱的东西就可以 比较强的CPU就可以关掉 相对来说你可能要打电动或是做网路浏览 我每次讲到这件事就很难过 很多朋友说我对手机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能够上网 拜托能够上网多难啊 上网要上的顺畅你才叫上网 如果网路卡来卡去你会生气 就不想用 所以顺畅上网永远都是一个超级物理皮疗难的事情 你看网机网路从1990代初期到现在 上网哪一天是简单的事 没有从来不简单过 所以上网你往往就需要怎样 你往往就需要这个比较厉害的处理器 不是比较厉害 有可能是需要非常厉害的处理器 才有办法称出各式各样的网页要求 所以再讲一次 我认为这世界上没有纯软体 因为同样的网页 同样的JavaScript 它在不同手机 不同的行李用起来就是不同 回到刚刚讲这个Big Little 这个Big Little里面的Brench Prediction 也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要预测 当然我希望预测得准 但是我又希望可以用比较低的功考去做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 它里面的那个Switcher 就是说我今天要从Big移转到Little 还是从Little移转到Big 它的Switcher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考量点 所以如果说你有认真看或认真注意这个相关的发展的话 那你会发现说它其实背后的学问非常多 那我们再有另外一个系列叫做这个手机里的暗处理器 这个其实也有跟大家探讨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境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 我一直强调值得注意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处理器 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做这个产业 而是说你做一个软体工程师 注意到我们这么多讲 其实只是为了一种能存在 就是软体工程师 你做个软体工程师 你今天面对的东西差异这么大 你要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以及掌握 如果你不能掌握这些处理器 你不能掌握这些新的技术 你不能掌握这些技术背后的技术 技术背后的理论 技术背后的一些那种思考流程 你往往做出来软体就是这样 就是没办法发挥引起效能 没办法拉开差距 因为同样你用编译器别的你会编译器 而且技术本身都是这样 不用钱了 你看Android的那个Android的SDK MDK 结果这样都不用钱 你就free download 虽然它让开发门槛降得很低 但是你要能够让你的软体有差异化 难上加难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处理器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自己的软体有差异化 能够更清楚地解决我 更明确地解决问题 好我们再继续再来探讨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branch predictor 其实它要考虑的点 其实是非常麻烦 因为它的设计议题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它这边讲到什么 它说 branch prediction is so important that is very worthy 就是这个我们要去思考 甚至你可以说 决胜 效能决士的关键 其实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很多公司不计代价 去把很多那种学术研究 或者把那种新的图形 把它打进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我们来看一些糟糕的状况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比较糟糕的状况 我们称为叫做 Miss Per Day Penalty 顾米斯就是说 我猜错的话 我的代价有多少刀 我们来看一下 以Penten Pro 还记得这个Penten Pro吧 我们在上一段记得很多次 从Penten Pro开始 Intel的处理器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高速的risk 它里面的指令是有一种micro-op 当然不止Intel啦 MD也是这样 它里面就是一个高速的risk 只是外面拼个皮 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高速的risk 但是外面包装成什么 我还是可以处理传统的X86之一 好 我们来看这样设计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大问题 它其实很成功 但是呢 它的那个Miss Per Day的成本有多大 看到这个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它的Pipeline是什么 它的设计是12个Stage的Pipeline 然后呢 它的Penalty 对应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猜错 就是说我今天假设 是A这条路 但是实际上是B这条路 所以事实上 我就要去算 12个Stage 它对应到多少 10到15个cycle 好 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什么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 它的Predictor就是这样 就是常常猜错 然后 所以这个你看 这个 它的Miss Per Day 它的其实高达什么 就是 平均来说高达30%猜错 这个很悲剧 而且不止Penalty Pro Penalty 2到Penalty 3 基本上很悲剧的地方是 Penalty 2 Penalty 3 它的CPU始麦已经拉上去了 所以注意到 CPU始麦拉上去 但是 悲剧是发生的 笑的 没有拉上去 所以希望大家 认识到这件事 当然 Intel后来 就学习教训了 后来 Intel的Brench Predictor 就做得非常厉害了 也就是说它的 Miss Per Day 的Penalty 基本上是业界数一数二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这个东西呢 有兴趣可以查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强大 就跟刚才讲的 Machine Learning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今天学系统的人 当然也要去听台大自动的 陈一龙教授的课 所以 这个我们不是来 即便我们不是来做CPU 如果来学习做这个 做CPU 其实还是要去听台课 他的课很有启发 基本上还没上到 不好意思 好那接着呢 继续看下一个 下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 我们既然知道说 这个 这个 分支预测 它的影响很大 然后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我们去降低Brench 的成本 甚至让Brench这件事 有机会 消失掉 好 这个就是这边去思考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 什么东西呢 我们前面讲过 叫做Conditional Execution 对 Conditional Execution 那这边举个例子 这个叫 就是C-N-O-V-E-L-E 这个 这个是一个 Intel Intel的一个指令 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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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ä Intel ichi Intel C-N-O-Vue 好 所以 INTEL 有一个指令叫做 Conditional Moo 那顾名思义呢 C-N-O-V 它有非常多 Currently 你看到這個東西討厭,它有一大堆 它的指令不是叫CC,是後面有一大堆各式各樣的convention 所以你們看一下 這個黃色的地方就是CNOV 那後面就有很多條件 有A,有AE,有B,有B,有C,有E 註詞類的東西,你有沒有看到頭都暈了對不對 然後注意到它是一個家族 所以你看到我們講指令 像說CNOV,你以為是一道指令,不是 它有一大堆指令 然後它後面有搭配不同的flag 所以你看,我今天要做MOO的時候 因為MOO很常見 比方說B的結果而算到A,這就是DATAMOO 同理如果你要把X的指令為0 比方說0而算到X這個東西對不對 就是DATAMOO 如果說你這件事跟它的條件綁在一起 這個就稱為叫做Conditional MOO 注意到我們前面在講ON的時候有講到什麼 Conditional Execution Intel的也有這個東西 基本上有很多處理器越做越像 所以你看到這個應該有更ON 這方面是不是超像 對,超像 然後這個東西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繼續來思考 因為MISPREDICT成本這麼大 那有沒有可能 我在INSTRUCTION Fetch INSTRUCTION DECORD的階段 我就可以這樣,就可以知道 它的執行會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個我們稱之為叫PREDICATED INSTRUCTION 就是說,事實上它的這個執行本身 它不是一個意思 你看到這個東西超快的 即便是Risk風格還是有這種東西 像ON這個東西,ON的書籍就有這個玩意 比如說如果小於等於 那我就做這件事 如果不是小於等於 我就跳過 所以這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我的PIPELINE我不用打掉重來 對我來講,PIPELINE我還是照樣執行 所以回到Superscaler 注意到這個思路 你就想像說,它有一個特別路 就像這條路 我呢,也會做BRANCH 我想說,過去會做BRANCH 但是我現在,我把BRANCH隱含掉 也就是說,我今天把做事 不管是做整數、做複點 我把它隱含起來在這邊 就是說,我今天先測試 測試了OK 測試為True的話 做下面那一道 如果不是的話 我後面就忽略掉 那我會不會影響到其他 其他這個繽紛多路的直線 不會 所以注意到這個思路 這個思路 對我們理解這個處理器人來講 非常之重要 所以這樣的東西具體反應到哪裡呢 對應到 Intel指令的設計 按照指令機板 都有這東西 然後酷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你可以善用的話 有機會提升百分之 在這個Case來講話 注意到這是這個Case 我們很容易被數字騙到 我們只是講這個例子 以這個例子來講話 就是說 它可能有機會代表什麼 百分之五十的效能提升 因為它可以確保說 這個 Always是兩個cycle 而不是三個cycle 好,當然這個東西有沒有限制 有 因為它第一個 第一個是不是讓你指令變馬變複雜 第二個是它執行的難度其實大幅提升 好,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一個 一樣 又是成功 所以我們其實在講處理器的時候很麻煩 我們有很多技巧可以用 像我這麼講 我們訓練器的技巧可以用 但是是不是每個處理器都用 很難說 因為 我們訓練器其實是成本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成本 所以事實上在很多架構 其實它都會去做取捨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段 講一個好有趣的東西 事實上這個技巧不是ARM 也不是Intel率先提出的 玩玩什麼 是MIPS、SPARC 還有這個ALPHA 其實ALPHA就是這個Condition Move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好玩的地方是 在處理器的發展 再講一次 你又發現歷史的重要 對吧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歷史是多麼有趣的 所以你今天要學習作業系統也好 學習計算機組織結構也好 你會看到大量歷史 因為人們就是從過去這些認知 學習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歷史的重要 好 然後我也希望說以後有機會 來跟大家來做一個講座 這個講座在幹嘛 就是來跟大家聊一些歷史 就是說這個資訊科技的一個發展 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 好 那也許我們這個未來講座會再講這件事 好 接下來進入下一個段落 這個段落 太酷了 這個段落叫做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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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馬路上你會看到很多汽車,其實未必,但是你一定看到很多機車 台灣的機車實在太厲害了,台灣的機車厲害到什麼程度? 你看那個鑽那個,這個嚇死我,那個鑽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境界 像是台南,其實台南是一個治安很好的地方 但台南的警察很忙,為什麼忙? 因為台南的交通事故真的是超級無敵批多 台南很少有什麼搶劫這種事情發生 當然偶爾會有一些比較令人傷心的事情,比方說之前有個割喉案 但相對來講,台南的治安是很好的 但是台南警察一聽到你還處理交通事故 像說你是成大學生,或者你住在成大附近,或者在成大附近生活 你大概每天都會看到車禍,這太扯了 就是這種排列組很多 機車撞機車,這是最多的 機車撞汽車,也有 機車撞腳踏車,反正機車跟腳踏車傳走 反正想到排列組都有 當然還有汽車對汽車的,汽車對人 反正主持的就是一大堆 那你看像台南,在台南的成大附近 有什麼東西呢?我給你算一下,有哪些腳踏工具 有汽車 有機車 有腳踏車 對不對?這三個是主要的 然後再來有電動車 阿伯 或者一些不同背景的長者 他也是用腳踏工具 你以為這樣寫書嗎?沒有 他有大量的行人 因為台南路很小條 台南有很多那種街 什麼娛樂街 什麼國華街 反正就有很多街 那邊就有很多吃的 然後喝的 什麼鬼的 然後就一大堆 好 Older在想什麼事情? 就是說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 你回想一下這個情境 你白天看到這種情境 當然我不是在批評台南交流多糟糕了 我算不值得批評 我們去想 其實他們的運作呢 為什麼他不排隊? 他為什麼不照遵守交流規則 對不對? 如果遵守交流規則發生意外事故的機率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大概都要搶時間 所以如果我們讓指令的執行 也可以像騎人一樣 也可以像台南的機車一樣 或是像台北的機車一樣 轉轉轉轉轉 這件事就叫Older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實台灣絕大多數人 都對CPU設計 現代CPU設計非常懂 對不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技術就考慮 他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只要把白天做的事情 應用在這裡面 就可以做得很好 好 拉回來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的地方是 這件事 對 CPU的影響在哪裡? 對CPU的影響其實是 執行指定的行為 它其實怎樣? 重新被排成過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 很酷的地方是什麼? 有一條路 這條路呢 可以去改善效能 但是它的做法是什麼? 它是改變執行的順序 原本機車騎士你看 先出門的會不會先到? 其實不見得 對不對? 在台灣的交通來講 先出門可能最後到對不對? 因為後面超車 然後把你塞著 堵著死去過來 對不對? 後來的人 他會不會一定比較慢? 不見得 但是呢 願意鑽來鑽去的往往怎樣? 他可以走的越快 當然有些人 一輩子到不了終點 對不對? 貪一十字塊 可能那是另當別論 就是遇到交通事故 但是如果不考慮交通事故的話 酸來鑽去呢 這件事有可能導致怎樣? 特定的指令 或者說很多的指令 可能有半數以上的指令 可以跑得比預期的快 然後這樣的一個思路 我們稱為叫Reordering 然後呢 所以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說呢 我們讓指令 或者說我們前面講的那些Micro-OP 就是Intel的術語來講 Micro-OP 我們讓這件事 它可以在 不是既定的流程 但是呢 又不打破正確性的前提下 當然就是我們講的不打破正確性 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遵守交通規則 第二個是你不能發生事故 對不對? 就是以交通來講 那Reordering 其實是我們每天都可以習慣 或者每天都在大陸上接觸到的事情 那如果說處理器 讓你做到這件事 我們稱為叫做Out Order Execution 所以這是一條思路 這條思路有機會讓處理器變快 注意到我們講的是有機會 但是呢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掙扎 這樣的增長 你就想 因為指定的順序會改變 所以變成說 你的管理成本是不是增加了 那你的耗電也有可能會增加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有沒有可能導致結果是不對的 有沒有可能會 所以比方說以Intel的 以ON的處理器來說的話呢 它的這個 你沒看到說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這個Out Order Execution 我們對比Cortex A72跟A75 好 Cortex A75呢是今年地表最快的這個ON的處理器 好 然後呢 A72呢 就是這個 A72來講的話是去年最快 好 然後總之它們都是在ON的這個產品架構 算是最頂級的系統 好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比方說你看這種資料 所以你看這種資料 尤其看ON的這些資料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看不太懂 但沒關係 你先把它掃過一次 然後看什麼 看關鍵字 你掃過去比方說什麼 DSU啊 DTV啊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鳥 先跳過 但是你這邊可以看得懂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它本質上呢 它可以做到什麼 O-O-O AutoOrder 就是做這件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件事 好 然後呢 如果你去找什麼 InOrder InOrder 不是InOrder2那個InOrder 就是找那個什麼 就是AutoOrder的對應詞 為了要避免打那個Google搜尋的時候 找到不同的 英文那個InOrder2 所以你接面要加一個hyphen 然後表示一個的 是吧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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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一個A75啦 還有A72 有 所以就說這個 你可以看到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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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 就說A72 A72你可以看到什麼 它是OuToOrder 那如果說你看那個A73 然後那個A73呢 那你可以看到說它也是什麼 它也是這個 它也是OuToOrder OuToOrder Super Skate的 所以你看到說有很多新的處理器 其實它的設計就不一樣 但是如果說我們看起來比較針對一些效能 針對效能做一些調整 你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點學問 好 我們都可以看如果 32 五元的家族 32 五元的家族 案的 32 五元的家族 它最快的版本是 A17 然後 A15 跟 A17 的效能是相似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A15 是針對高效能的 它叫做 Out of order 那 A17 是針對能源使用的效率 所以就是說它的運算效率不是最高的 但是它的能源使用力來講 會比 A15 還在高 那它的設計就是 In order 也就是說 簡單來說你可以對應到馬路上 你就想要 A7 A7 的這個 A7 就像一個什麼 一條單行道 而且單行道能慢慢的開 你就想要說像花蓮嘛 你去花蓮就想這個就 花蓮那個大家開車慢慢的 所以它就到了順序 所以前面開的慢慢的 後面也可能開慢慢的 然後相對來講 花蓮的交通事物比較少 但反過來就是台北 台北的街道就這樣 你很熟的 就這個機車啊 就鑽了鑽去啊 我就覺得很煩 這嚇死你也是煩的 但是相對來講 有機會得到一個什麼 更高的這個 更高的這個處理 所以這個東西有 Out of Order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接下來繼續來探討這些細節 我們再繼續探討 Out of Order Execution 在細部的探討這個議題之前 其實我們需要知道一件事 比如說儘管很多這個高階的處理器 不要說像我們可以看到 On的這個家族 最頂級的這個 Codex A75 A72 A73 基本上都是屬於這種 有能力去做 Out of Order Execution 但其實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 就是 這讓整個電路的設計 會變得非常的複雜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 我們要做一件事叫做 Registry Name 就是 我們想一個簡單的事情 就是 你可以試想 試考一下那個路上的那個交通 這個路上的交通 往往就說你想一件事 因為以前呢 如果是循序漸進的話 你知道先來的車子 在你前面的車子 它會先到終點 但是在 Out of Order Execution 就不是這回事 先來的它可能會後到 好 然後呢 即便指令跟指令之間沒有相應性 那 這有什麼問題 你的這個 呃 你的相對順序 對 就是說我存取 比方說存取這個什麼 存取記憶體啦 或者之類的那些操作 基本上你會看到說 誒 你不能預測說 我後面的 怎樣 就是我做一個資源的存取 或者我做一個假設 誒後面的東西不會碰到某的東西 這很難說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思考的點是在哪裡 就是說 呃 過程中 要去想 指令 跟指令之間到底 在意的東西在哪裡 好 這是 就是 你要去思考的地方是 我的那個流程 好 比方說 你本質上是一個Forg圈 好 只是說這Forg圈裡面呢 裡面做了什麼 做了假法 做了稱法 做了處法 好 就是 這種操作 好 然後 有沒有可能說 後面的東西 後面那一段的程式 會比 這個 譬如說這一段做成法 後面再做的假法 它是碰不同的資料 有沒有可能說 它在同個時間之前 有沒有可能 好 在這個OO來講話 就有機會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就是 剛才講那個還是小問題 真正的問題 再說 如果說我今天有一些 相異的資料 而且這個東西是怎樣 就是 有資料相異性 或者說 我這個指令最重要是 存取到記憶體某一段 某一段 某一段空間 好 這時候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所以事實上呢 我要讓它同個時間可以去存取 勢必呢 我原本那個什麼贊成器 比方說 原本是RE 存取到這邊 所以你看 以前是 LO的 好 就夾在這邊站著去 然後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 機體 所以我是 從機體拿過來叫RO的 然後做完這些操作 Stone 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什麼 也是一樣 也是做這個 RO的 and Stone 好 然後 如果這兩個東西要擺在一起的時候 那不然 這個 光是RO的 跟Stone 這兩個東西擺在一起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事實上呢 我要把它 這個站進去 換掉 不然等一下 不然呢 你會 有可能會打架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會打架 然後這個東西呢 再來是 還有一個很難的問題就是這個相依性的分歧 這個東西一直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邏輯 那所以 雖然 這邊講的很 雲淡風輕 說什麼 那個設計上會變複雜啦 然後那個chip的 area會變大 注意到這個 這個只是雲淡風輕的話 這個 最重要是這句話 power hungry 所以以這個 A7跟A15來講的話 A7是in order A15是out of order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這兩個東西的功耗可以差四倍 是不是更多 注意到這件事 即便是同個時脈 這個 它的那個運作 就是說這個 以功耗來講 可以差到 可以將近死 所以可以到四倍之多 所以特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in order跟out of order execution 在這個設計上有非常大的差異 那你可以在這個on的這個 on的這個 討論區 或者還有很多那種論壇 你可以看到類似的說法 所以 再一次呢 我又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軟體工程師為什麼要特別關注 我當然希望說 我們寫出來的app 在手機上 可以在很多手機可以跑的好 對不對 然後又希望說 對這個使用者來講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 然後比方說我今天開發一個mine 對不對 你想 萬一這樣的程式當然是怎樣 當然應該是 那時時刻刻跑在這個手機上 然後 然後幹嘛 接收各個各個這樣訊息 把這好玩的東西傳遞給你 對不對 雖然裡面很多長輩圖 對不對 但是 讓你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說 欸 這東西 跑在手機上 很順 很順善的執行 然後可以 可以給你帶來很多樂趣 然後對 電源 的消耗 也不會增加那麼大 所以這個東西往往都是一個取捨 所以你為什麼要 再次你為什麼要了解這件系統 我記得 那個前幾天我在這個PTT八卦版 又看到一個討論 說這個App是不是文組在做的 這是什麼討論 我說App是不是非本科在做的 這個討論真的很無聊 我們今天不是在佔什麼文組 佔什麼非本科 對我來說沒有強度就是非本科對不對 你是本科就應該做出有強度的東西 給千千萬人用 讓千千萬人滿意對不對 如果你做不到這件事就不是本科嘛 就這麼簡單的分類 所以你想就是一件事 App 其實App的開發者 其實他真的 在開發到一個階段之後 其實要對這個底層的處理器 底層的這個系統架構 其實要非常熟 你才有辦法寫出夠好的軟體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在out order來講的話 編譯器的最佳化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在VLIW的時候 講到compiler要負很大的責任 同理out order execution本質上 要負的代價也是很大的 所以相對來說 你可以看到說 做處理器的公司 它養了那個compiler的團隊 其實都很精等 以on來說的話 我不知道現在on有多少人 大概8年前吧 8年前on的compiler團隊 就高達150-200人 就是這麼多人 那是8年前 現在那個孫正義進來之後 我不知道會多少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像台灣的精心科技 就打造台灣人自己的CPU 這樣的公司 可能人數都還不到100人 你知道意思吧 全一家做CPU公司 然後幫你compiler 幫你VLSI 幫你想到一對一東西 幫你sales什麼的 全部算進去還有100人 可是on的compiler團隊 就將近200人 你說這個東西 聽起來好多人 Intel更多 Intel也好啦 或是什麼 Qua Khan 也是養了上百人 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的難度 是非常高的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慌張 因為這些廠商 這些研究 就是帶著我一路一步 去做好一個 這種效能 還有功耗的一個取捨 這是一個很很重要的一個思路 所以其實大家在這個時代 其實真的是很幸運 因為我們能夠做的 是變更多 但是我們又不會犧牲太多的事情 好 然後 注意到一件是什麼 就是我們前面講到那個分支預測 會更的更難 所以就是分支預測會更困難 所以這個 對很多系統來講 它是一個 一個權衡 一直到今天為止 在這個系統 比方說像這個 一直到 你看一直到今天來講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A A7-3 A7-5 基本上它就是 採用什麼 Out of order execution 但是如果說針對這個 Low power的設計來講 比方說A7 或A5-3 它是 它基本上是In order 注意到它不是Out of order 是In order 因為Out of order 本質上吃掉太多什麼 吃掉太多效能 但是對那個 吃掉太多 太多那個 能源 但是對效能提升可能很有限 如果你沒有做的好的話 好 接著我們來進步 進步到下一個環節 好不 進步之前我們來 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前面講過那個分支預測 所以就是 會有靜臺的預測啦 也會有這個動態的預測啦 然後 所以Penet Pro來講 你看Penet Pro來講 它的正確率做了90% 所以失敗的時候 會損失3%的效能 所以三分之一根本沒做到事 超慘啊 然後呢 再來是剛剛講的這個Out of order 就是 我要執行重牌 那這個 這個特別去考慮的這個議題 所以有機會 Out of order有機會 做更精確的這個安排 所以其實要大家知道一件事 以台北市的那種交通來講 如果我們要讓台北市交通順利 順暢 很可能我們不能太仰臺Out of order 沒有機率Out of order 是浪費支援 應該是I in order 所以也許 也許這個 我們可能柯文哲市場 會想出更厲害的方法來 來讓這個台北交通變得更順暢 也許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就是 下一個環節的基本上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看右邊的抉擇 其實我們才講一半而已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要慌張 就是 接下來我們要想要跟大家這個 提到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 有很多設計本身 要考慮因素是把上面那些因素 綜合起來 那綜合起來之後 整件事會變得非常的麻煩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有Out of order 我有Super Scaler 我有Super Pipeline 我有很多 新的編輯器的這個技術引入 但是這些東西引入之後 真的變快了 真的變好了 我們會往往來打一個很大很大的問號 好 我們來看他這張圖 這張圖跟你講什麼 注意到 這不是圖 它不只是圖 它其實是什麼 它其實是 它是可以動的東西 所以底下可以點 可以玩一下 就是 你看它的分佈 我們來看一下說 如果呢 我們先來看這些處理器 我們先把一些 你有聽過的東西把它撈出來 不要動 我們節目講過好幾次的Pentum 4 Pentum 4e 這是十幾年前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我們在 一開頭有跟大家講的那個POWER 2 對不對 還記得吧 一開頭有跟大家講POWER 2 針對股票市場 特別去設計的POWER 2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 Alpha Alpha 2164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DEC DEC的這種神樣的這個處理器 今天有很多高效能預算 都是來自這個 就是90年代的這個 那個什麼 科技的那個先鋒 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剛講的手機處理器用到什麼 A9啦 A15啦 A57啦 基本上這條路就是這個手機處理器的路 然後注意到這個分佈是怎樣的 這越右邊的CPU的 就是那個CPU時脈越高 然後呢 越上面ILP的層次越高 所以注意到指定層級的這個平衡度 我們這時候來看幾個發展 我們就拿那個 Intel架構跟這個暗凱數的話 好我們來看一下 Intel跟AMD 它是哪條路呢 這條路 所以看到這邊有Penten Pro Penten 2 Penten 3 你看喔 這條線表示什麼 表示它的CPU時脈再增加了 Penten Pro開始 到Penten 2、Penten 3 基本上它的CPU時脈 就大幅的提升了 可是它的ILP 對不起 沒提升 然後到Penten 4的時候呢 還降低了 你看到ILP 還降低了 這是傳統的Penten 那後來呢 後來的處理器呢 有提升了 你看到 這是K 這K6 K7 K8 可能大家知道這是什麼 MD 你看到 AMD的路線是什麼 我的CPU時脈相似 但是我的ILP把它拉高 所以你看 這邊拉高 可是很不幸的那方 拉到某個等級之後又卡住了 然後呢 新一代的Intel的處理器 比方說這個Core 2 i5啦 i7啦 你看到 咦 CPU時脈差不多是這裡 CPU時脈就差不多這裡 但你可以看到說 I-Bridge Sundee Bridge 然後那個Heswell 這些處理器 他的ILP又拉高去 所以CPU 你看到這一段 CPU時脈差不多 為什麼我們前面講過 這個製程工藝上 有一些限制 所以CPU時脈拉不上去 再拉上去 那個CPU可能會濃掉 但是他的ILP持續在攀升 所以注意到 Intel整條路的發展是這裡 當然說你可以看到Penten Pro Penten 2 Penten 3 前面講到那個什麼 Mus-Protect的代價其實很大 讓這個環節 這個加入比較提升 我們再來看 UNK 先記出Intel的那個路 先記出 它是一張平平的 CPU時脈的增長 還有ILP 所以它大概就這兩個路 好 來看一下 UNK的處理器 所以這東西實在太好用了 我喜歡這張圖 我來看一件事 UNK的處理完完全不一樣 你看 UNK的處理器一直到今天來講 我沒有看到什麼4GHz的 4GHz的什麼 有UNK的處理器沒有 所以基本上UNK的處理器來講 從UNK 11開始 它可以CPU時脈可以到600MHz 然後 我目前像A57 注意到這張圖列出來的比較舊 A57來講的話 它可以到1.5GHz 或者1.8GHz 我們就算1.5GHz 所以你看從600MHz到1.5GHz 基本上可以認為說3倍的範圍 所以是3倍的範圍 可是後面的做法是什麼 就提升ILP 所以你看到ILP 尤其Apple 神樣的Apple出來了 Apple本質上它的處理器 它的CPU時脈沒有大幅的增加 為什麼 因為增加之後 你的口袋就會覺得 放在你的口袋 你就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那太熱了 但是花很多心思在增加ILP 所以你看 我們前面講到這個 Intel講這個3D Bridge ID Bridge 它也是在提升 所以這個同理 尤其是Apple這條路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 Apple這條路實在是非常強大 那這時候我們又來講歷史故事 Apple的處理器團隊是來自哪裡 來自PA Semiconductor 然後這個有很多梗 這個梗呢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花一點聲音 跟妳講這個歷史故事 之前在這個Parao Alto 那Parao Alto就是在美國那個加州 加州的Parao Alto 那有一家很神秘的這個 無精源的半導體公司 也就是說它不做執照 它只做設計 然後這個稱為叫Same PS Semiconductor 然後這家公司非常厲害 因為這家公司厲害的地方是 它過去它的開發團隊來自哪裡 Deck Alpha 21060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什麼東西 對沒錯 就是那個神一樣的Alpha 神一樣的Alpha處理器的團隊 然後他們後來就是這樣 後來就開一家公司叫做PA Semiconductor 然後這家公司後來被什麼 在2008年被Apple買下來 所以注意到Apple 從2008年開始 Apple也是一家什麼 也是一家IC設計公司 所以一直到今天來講 有些地位 你會覺得有點頭很暈 比方說Quark Quark 去年買下恩智普 就NSP 那恩智普自己是有經驗廠的 所以這個Quark Quark從現在開始變成 它不只是IC設計公司 它也有晶圓製造的能力 當然它的晶圓製造跟台積電等級不太一樣 定位不同 所以Quark還是需要找台積電 所以你看到 Quark是什麼公司 它是做IC設計 但是也做晶片的製造 然後當然你也知道 Quark最有名的東西其實是什麼 是它的專利 所以它也是一個法律公司 對不對 它的律師太厲害 律師訴訟公司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Apple也是這樣 你說它是平台公司 是 你說它是SoC公司 也是 它有IC設計 然後它是什麼 也是處理器公司 所以在現在來講 我們分類就分得很難 我們在上一段有跟大家提過說 在901代 世界上有100多種處理器 包含我們成功大學 自己都有做自己的CPU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後來那個局面就改變很大 以前是高度分工 但是後來又大整併 就是整併之後 甚至現在又有一個大融合 所以比方說我們講那個Google 如果你去Google搜尋 你會發現一個好玩的地方 比方說你講Largest Software Company 顧名思義是什麼 顧名思義就是說 把那個世界上 數一數的大的軟體公司擺進去 那你可能會 你看到標題的時候 List of largest software companies 你會好奇說 這個 到底是Microsoft排比較前面 還是Google排比較前面 這時候好玩的啊 你最愛的Google跑去哪裡啊 你看到Microsoft 你看到Oracle 你看到Step Step是歐洲最大的軟體公司 奇怪啦 連VNware都出來了 上面鐵可以出來了 可是Google跑去哪裡啊 因為Google不是軟體公司 Google現在是硬體公司 所以你注意到 這張列表裡面 因為Google裡面 硬體的什麼 硬體的產品很多 所以事實上它已經不能叫軟體公司了 所以像一樣 Apple今天也變成類似這種 它也是初體公司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特別講這段歷史 來特別注意到 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因為呢 這票人 PS-Semiconductor他們的人 來自Alpha Alpha的原始創作團隊 所以他們掌握很多 效能突破的關聯 而且他們很早就知道 怎麼做多核 而且他們很早就知道 這樣的ILP 或者說這些 怎麼去 在同樣的時脈上去提升效能 所以他們有非常多 很厲害的專利 而且他們對這個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就是這個Strong Arm 這票人做過Strong Arm Strong Arm是什麼呢 Strong Arm 它是在Deck 在90年代的末期 跟Arm去license這個指定級 然後他們把它大幅改寫 那他們讓Arm 可以變得非常快 所以這叫Strong Arm 然後這個Strong Arm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它把 你就想超級電腦裡面的技術 用在哪裡 用在 那種 低功耗的處理器上 所以讓Arm的效能 有個超級大的一個突破 就是說 你過去Arm 可能CPU時脈 可能還在幾十MHz 但是Strong Arm 年代直接衝到一百 兩百 飆上去 然後後來這個Deck 這家公司 跟Intel有個官司 那官司打完的結果是說 他就 這個 Strong Arm這個技術 就賣給Intel 作為這個官司的那個 訴訟的結果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你就打Deck 再打Intel 再官司找中文就可以找得到 然後 這樣的結果 導致Intel 後來就接手這個XL 就會得到 像我們在上一段 有講過這個PXA270 310這樣的東西 然後 這個東西的關鍵地方是說 它掌握的東西是一個 在非常有限的這個 非常有限的這個晶片 在數量相對少的這個 這個電晶體的數量 可以達到一個高效能的設計 所以它針對一個這樣子 就是 low power的那個 embedded market 那這個low power embedded market 它針對又是 又是比較 在意效能的那個 所以注意到 這個 這個什麼呢 Strong Arm跟這個 Alpha原本的團隊 他們的這些 靈魂人物去搞了這個 搞一個PX Semiconductor 後來在08年被Apple買下來 其實想想 這個 這其實 因為其實當初 當初2008年 沒有人搞懂這個 Apple在賣什麼藥 甚至有人嘲笑說 Apple這個 為了這樣 為了要 為了喝牛奶去 去蓋一個牧場 Apple 這幾年做了很多這種狂的事情 然後其實 現在要認認看 這個iPhone X 從iPhone X出來之後 其實也有個東西叫什麼 3D Scan 其實這個也很有趣 Apple也是把所有 你想得到的那個Sensor 把它買下來 然後雖然 雖然 iPhone X有可能因為 買了那麼多Sensor 導致出貨的延誤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說明到年底的話 就會大爆發 老師在講有沒有在提呢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該知道做什麼事情 要跟大家關注 關注這些 美股的發展 好 拉回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 PS Semiconductor 它對這個 對這個 高效能 的運算 其實 琢磨非常多 所以你看到 這個iLP 那相對來講的話 一般的普通的on 就在這裡 所以你看到 所以一般普通的on 必須要把時脈拉上去 才能得到 相似的效果 但是這個Apple 整個A7 A8 A9 iLP就是在拉上去 所以你看到 這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那如果說 我們把Intel架構 跟那個on的架構擺在一起 就把你好玩 那你看on 這幾年學會一件事 就是它很聚焦 注意到 這個橘色這條路 就是什麼 橘色這條路是on的路線 然後那個 Intel路線就是說 他們也是 大幅的去改善這個iLP 所以你看到 現代的on 跟那個現代的Intel 其實它的策略很像 因為時脈沒辦法再拉上去 Intel現在還有一些製程上優勢 所以它可以 它還可以在這個 在製程上 在突破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以Apple來說 它花很多時間是在這個 所以你看到 這幾年突破非常顯著 而且在今年 今年什麼神奇的事情發生呢 就是今年來講 今年的iPhone iPhone 8 X 它的效能 它的單核效能 已經打敗什麼 已經打敗了 桌機了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說 同樣是用MacBook跟iPhone來講話 你可以發現 以單核來說 iPhone 最新的iPhone 跟去年還有今年年初推出來的 那個MacBook 來講 iPhone的單核效能還是比較高 就是因為得至於這個iPhone 這件事其實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就是說 我們真的去想 一旦CPU實賣 沒辦法再提升下去了 那iPhone 它其實也很難再提升 那我要怎麼去思考說 整體的效能 你要怎麼去做 所以簡單來說有幾個度去思考 第一個就是前面講過的編譯器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些新的指令 像是一些加密專用的指令 像是那種加速下256 或者說一些硬體的亂數產生器 這種東西 這一系列就是被引入 這個是要特別去看的 然後接著呢 就是說其實從Penet 4開始 就從十幾年前 這些公司就很知道一件事 iLP其實沒辦法再持續提升下去了 它其實很快就遇到這個天花板 然後呢更慘的地方就是這個Power World 也就是說你再怎麼超頻超上去 其實效能提升很有限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這個東西很狂 你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這個 你看到這個現代的 現在的這個處理器 其實它已經堆到這個地步 這個現在處理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 它不是只是一個平面 我們都知道1960代 1960代 人們開始發展這個機體電路 但是呢 以前的機體電路就是比較單純 就是好多的電競體擺在一起 叫做機體電路 所以我們稱為叫做IC 就是表示做 就是 Integrade 的那個 一個 circuit 但是你看到現在的製程來講的話 它可能就是用立體製程 然後它 然後越來越複雜 而且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以你的電腦來說的話 最大塊的地方不是CPU 往往是什麼 GPU 最需要散熱是GPU 如果你把那GPU風扇關掉的話 把它丟掉的話 把它拔掉的話 那個GPU可能就立刻燒掉了 所以像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說 我們其實要思考的點是很多 就是說 效能 功耗 還有整體系統軟體的那個 最佳化的議題 其實都是要去思考的 好 然後呢快速複習一下 所以呢 這個 你看到 每當我增加20%的這個CPU 10mine 功耗可能會增加50%會更多的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遇到一個瓶頸 然後呢 再來是前面提到什麼 像那個 catch miss bench prediction 這種問題 會導致什麼 你的程式沒辦法 這個ILP 其實很容易就受限了 所以 所以你看到 你可以看到像Apple 對不對 Apple2008年幹嘛 買下了PSM Conduct 所以自死以後 Apple成為一個CPU公司 然後呢 Apple呢 養了很多人在做什麼 Compilot 所以Apple有什麼 它是LVN的什麼 LVN的主要的這個 主要的那個開發廠商 所以你看到這個 LVN呢 我來講話呢 現在來說的話 就是 它有兩家公司是主要的 一家是Apple 另外一家就是Google 這兩家公司都在搞處理器 那當然你說 Google的處理器是什麼 像那個TPU 然後這個TPU的用途在什麼 就在加速那個 加速這個 加速這個 AI 你看 甚至這個 Google的最近一些 一些人員 離開 他們發現說 這個AI市場太驚人了 所以你看這個TPU的速度 有可能比這個CPU GPU來的什麼 快個15到30倍 好 所以你看到 這個有處理器呢 背後就是需要什麼 所以你看這些公司的佈局都很像 所以這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好 接著呢 我們來 來回 來看一下這個 Intel架構 不過我這邊要特別聲明 因為 Intel架構不是我 我 我主要的那個 關注點 而且我們在上一個 上一個系列 其實有跟大家講這個 就上個段落 有跟大家講過這個 X86 所以我很多細節會講過 然後呢 我們提到就是說 在Panel Pro開始呢 Intel處理器本質上 就是一個超級快的一個RISC 好 然後呢 它裡面有個東西叫 Micro Instruction 那我們稱為叫 也稱為叫MicroP 所以就講 這裡面是一個特製的一個RISC 然後它可以執行也快 然後呢 Intel處理器也好 MD的處理器也好 它在執行師期 把原本那個 X86的執行轉成那個MicroP 好 然後丟到裡面去執行 然後它裡面非常複雜 就是說 它大概執行 執行流程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畫面中你看到的東西 它本質上是什麼 它就是RISC 所以它也是 Super Scaler 繽紛多路去執行 然後它就有MicroP的Dispatch 但是比較麻煩的地方是說 因為它要設計要轉換 所以它的Decode成本是很大的 那我們在上個部分 有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佔的電路 大概佔的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說 你這邊圈起來的地方佔的大概百分之二十 這個是有一定的成本 不過 所以很多人在爭議說 安有沒有可能 在這個部分的表現會比Intel好 其實 今年 iPhone X就證明這件事 其實有機會 但是呢 你說長遠來說 Intel架構跟 安的架構 它會怎麼去發展 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這幾年 應該說 這幾個月很值得關注 尤其是Apple的路線 有沒有可能 Apple把高速的安 拿來用在這個 MacBook這種產品線 這幾個月很值得關注 所以從這個 從這個月的這個 上個月到這個月的新聞 一直到明年第一期 是很值得關注的地方 所以 該買股票趕快去買 該佈局趕快去佈局 好 那這個大概就先講到這邊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些比較進階的一題 就是說呢 我們都知道這個是一個多核的時代 多核的時代 其實 就是 我們回顧一下那個前面intel 前面那個intel的一個影片 其實它講的什麼事情 我們透過降頻 讓很多個處理器 它可以這樣 它可以 創造一個整體的效能的一個提升 就是說 假設每個核都可以分攤工作的話 那 所以 像前面講的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核都降 降頻 降到原本的87%的那個 處理器的效能 但是它的那個功耗有可能只有一半 所以也就是說 兩顆裝 拼起來呢 它的這個功耗跟原本是差不多 但是整體來講 它可以變成1.73倍 好 這樣子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思路 當然這個數字只是僅供參考 那個現在東西落差很大 那接著我們要去思考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要怎麼發揮硬體的效能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製程的進步 讓我們可以在同一個 在同樣的這個電晶體上 在同樣的IT上 我可以放更多的核 這個Core 可以放進去 可是我要怎麼發揮它的效能 事實上有好多個版本 就是說 硬體乘體的執行序 所以很多人看到Thread 都會以為說這個是軟體的執行序 那你可能會 尤其是台灣的學生就很熟嘛 就是 台灣學生很熟 就算不懂也會裝懂 就說 看到Thread 我知道B考題是什麼 Process跟Thread的差異 不是 今天不是在看這個東西 今天是說 硬體執行的單元 所以你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說Thread 我們講Thread 其實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是說 我 以執行的觀點來看的話 注意到 注意到 我們講Thread 硬體的執行觀點來講 我的單元 我有很多個Core 那每個Core上面 我可以執行 一道指令 當然也可能透過你的 IOP的提升 你可以執行更多道指令 但是不管怎樣 我們以執行的觀點來講 假設我今天做一個運算的切割 我讓圖形的運算在第一個Core 然後在聲音的地方 在第二個Core 第三個Core 可能是做網路的 所以我們把單當區分 那每一個這樣的區分的單元 我就稱之為 叫做Thread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不只 你畫面中看到的這個 SMT 或是這個 hyperthreading 縮起下HT 不管是SMT也好 HT也好 它其實在意地方是說 我在同樣的一個Core上面 我可以做多少的Thread 可以執行多少的Thread 所以基本上這個設計在這邊 那這個地方 我們之後會有個專門的 在探討這個Multi-Core的議題 所以我這邊先跳過 不過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值得你先把它看好 這裡面有很多層數 很值得一讀 只是因為 這個地方不是我們現在 最主要的興趣 所以我們先跳過 好 那再來是我們要講到一個議題 叫做ThinD 這個ThinD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們提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ILP 是在整個處理器 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 然後呢 在前面我們提到這個 這個 BREADY LONG INSTRUCTION VERD 這個BLIW 這樣的一個設計 它就是說 它可以去降低這個Data Dependency 到效能的影響 但是呢 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透過一些 程式開發的一個變革 然後再搭配說硬體的這種 某種的平行度的處理 然後呢 導致整體效能突破 聽起來很抽象 但是我們想一件事 比方說我的 比方說我的 比方說我的矩陣 矩陣的這個加法 矩陣的加法是什麼 就是我的每行每列 每一個什麼element 我對它做加法 加完之後再衝過去 所以看到這個 像這個畫面來講的話 比方說我今天有兩個Vector 這個Vector呢 就是存放比方說我這個影像 所以影像來講的話就是有這個RGBA 這個alpha不是處理器啊 這個alpha是什麼 這個透明度 alpha blending講的那個alpha 就是講這個透明度 那所以呢 假設呢我今天這個RGBA 各自用8個bit表示 所以總共是從32bit去表示 然後上面有一組資料 下面有另外一組資料 然後呢 我要做這個影像的疊合的時候 我做什麼事 我就是 紅色加紅色 綠色加綠色 藍色加藍色 透明度加透明度 RGBA這四條路 都是相互獨立的 所以我們在思考一件事 我們在思考說 既然這個四條路都是獨立的 能不能呢 我們設計一個特殊的硬體指令 這硬體指令專門在做這件事 就是做加法 跟什麼 就是做 讀四條路 同時做load 同時做store 同時做加法 能不能做這件事 可以 這樣的東西我們就稱呼一下sinD 這個sinD是什麼呢 叫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theta 也就是說 我一道指令 注意到 你畫面中看到這樣操作是一道指令 就是 四組資料的加法 一道指令 但是我處理了什麼 四道指令 所以這個叫sinD sinD 如果你可以善用的話 其實很有趣 它可以帶來一些 很顯著的效能提升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然後我們來思考一個情境 這個情境就是 比方說 比方說那個電子書 我們知道電子書 我講的是那種 就是買得到那種 就是那個實體的那種 實體的那種電子書 記錯了 比方說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電子書的裝置 我講的是一個裝置 這個裝置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是顯示是灰階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電子書的顯示方式不一樣 電子書 顯示 在很多電子書呢 都會用一些比較特別的一個技術 就是說它是要 就做這個eink 這個eink這個東西很容易 就是簡單來說呢 它可以 它可以做到 它可以 它顯示的時候呢 它不需要 持續充電 就是說 eink它絕對不是用 Drain 我們平常講的那個顯示呢 它會用透過Drain 然後再 再用那個液晶 去用不同的電壓 去做那個偏光 然後做顯示 那可是呢 這個eink台灣 就是說它斷電的時候呢 它上面的殘留 殘留的那些比較重要的一些PISO 是絲毀留著 也就是說 我今天顯示的時候 我可以在斷電的情況下 我還是可以顯示 當然你還是需要背光 或者是需要一些照明 去做的 做這個顯示 然後eink 有一個比較大的限制是說 為了要 考慮到成本的話 它主流還是以這個 單色為主 所以注意到 單色 或是灰界為主 所以呢 這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原本的電子書呢 原本的那個材料 比方說那個PDF 原本材料是彩色的 那或者說 你今天要顯示一個照片 好像這個畫面的照片 它原始材料可能是 彩色的 但是你顯示 不管怎樣顯示就是要 要匯接的 不然你不然要顯示 所以你一天到晚要做這種操作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讀錄的東西是PDF 顯示的時候一定要顯示匯接 否則不然這種eink 可是沒有辦法顯示的 所以你看 這時候緩解就很重要了 什麼緩解重要 就是轉換的 轉換的速度變得重要 然後你看 這個原始的版本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剛剛那個來講的話 這個1920那個解析度的 這個 的那種圖片來說的話 它轉換成本 它從那個彩色轉的灰階 要轉 要轉多久呢 要轉0.35秒 你要知道一件事 0.35是什麼概念 你聽起來好像很小對不對 人的視覺佔就是多少 0.2秒 那有些人比較敏感 它是0.1秒 所以你看這個數字 遠遠大於0.1秒 那當然你可以做很多最佳化的 比方說把乘法的操作 把它換成那個 把它換成那個 差表 或說把一些位移的東西拿掉 那所以你可以從0.35降到0.22 聽起來很厲害 對不對 錯 人可以接受範圍是什麼 0.2裡面 所以只要超過0.2 對人的視覺戰 你就會影響 就覺得這東西很慢 我不順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善用SyncD的指令 你有機會從0.2降到什麼 0.13 不是 講了0.013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大幅的提升 它提升了什麼 它只需要原本的5%的時間 就可以完成了 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你看再講一次 你看吧 這世界有純軟體嗎 它在做軟體開發對不對 但是它善用硬體的特性 讓這個電子素的軟體 讓這個電子素變得可用 對吧 這件事 實際上是你有存軟體 只有會用跟不會用 你看 世界上一堆軟體公司 全部挑下去做硬體 對不對 不是全部來做 有很多主要的軟體公司 挑下去做硬體 到你解答 有硬體 我才可以發揮什麼 發揮它的影響力 才能夠再賺更多錢 對不對 所以回來注意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所以說 這邊呢 它的這個操作呢 也是用到大量什麼 大量這種 single infrastructure multiple data 的機制 所以它的操作本身就是一個向量操作 一次不是出於一個指令 而是出於多道指令 然後呢 不只是加法可以 撐法也可以 然後更酷的地方是 甚至還有一些可以設定一些條件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要過濾 我假設要找到 比方說 四個裡面最大值 以前怎麼找 以前是回圈嘛 第一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跟過往的東西比較 然後在SyncD裡面也可以找到 SyncD裡面也可以找到什麼 給定資料組裡面最大的那個數值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做的 很害怕 然後所以注意到呢 SyncD如果可以善用的話 以剛才電子數來說 以電子數來說 我把什麼 我從這個彩色轉回接 我善用CD 我可以用不到5%的時間 然後在人的眼睛 完完全全面 沒有感受到的前提下 我把它轉換完 對不對 所以你在適度的更新在畫面上 你就會覺得順暢 所以特別注意到的一件是 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對我們設計軟體的人 非常重要 基本上去想 那以不同處理器來說的話 像那個Intel的話 就有什麼SSE 然後後來有一個東西 AVX 那SSE的話是128bit 然後這個SSE就進步到了 256bit 而且這個東西一直在改變 那ON的話呢 叫你ON 所以注意到這些公司 這些處理器它推出來的這個SyncD 基本上都有個名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Marketing 對不對 像這個Otibank 這個就是POWPC的叫Otibank 然後那個Spark 也有登陰的死 就這樣都是這個東西 然後呢 過去呢 開發SyncD層次的時候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 你需要直接寫組合員 但這現在不用了 像比方說GCC GCC這幾年 引入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 AutoVectorization 簡單說呢 奇怪 哪裡打出來 好 所以就是說 簡單說 比方說我們考慮到一些程式碼 很多程式碼就是說 像剛才那個操作很像對不對 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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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它就是 就是很多時候操作就是那種 向量的加法 向量的乘法 那這個東西呢 就很適合用這個SyncD的指令 但是往往過去 你要先用組合員寫 但是呢 在新的GCC 從GCC 這個 GCC5以後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GCC5 6 7 一直都在改成這部分 改成什麼 就是說 讓這個程式可以自動的 可以自動 用到這些SyncD指令 這個 這個發展已經很久了 這個距今發展 將近 將近 就是 GCC的話就將近10年 那整個 整個 整個這個 這個 Autoblakeization 在Compile領域已經研究了20多年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關鍵 所以比方說呢 你可以像這張正算程式碼 好來看一下 正算程式碼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是什麼 就是說 今天有 A B C 注意到 這個東西的 這個 在 C語言裡面 沒有真正的Array 注意到 在C語言裡面來講 這個 這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 subscripting subscripting 也就是說 這個 在C語言來講話 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方括號 其實它的正式名字叫什麼 叫做Array subscripting Operation 所以實際上 這個最終的 C語言都是在 都在操作什麼 來操作這個 記憶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以剛才那段程式碼來講 這個宣告 ABC就跟你叫做 三段 不重疊的 記憶體 好 這句話就是說 三段不重疊 當然有可能它連續 但是它不會重疊 所以GCC只是保證 這三段不重疊而已 好 既然ABC不重疊 那我今天做這個 每次把B的元素取出來 C的元素取出來 然後再sine到 對應的A的元素 這件事呢 我有沒有可能讓 讓它不是 第一筆 第二筆 第三筆 第四筆 循序去做 有沒有可能在同個時間執行 這東西就好玩啊 這就是4D 可以做的地方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就強大了 所以它就有機會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 對應到這個 前面講的一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加法 然後注意到呢 這過程中不是那麼單純 不是不是那麼簡單 事實上還有很多變形 比方說 這就是比方說 再加上那個 有加的condition 就是它的loop裡面有condition 注意到這個 這個 其實要考慮到進去 所以它事實上有 有興趣可以查一下這一頁 這個 我把它貼出來 這東西太嗨了 然後 所以 所以我希望大家認知 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了解編譯器 很多時候不是為了開發編譯器 是為了要散用編譯器 同理 你為什麼要了解作業系統 為什麼甚至你要去開發作業系統 不是為了取代Linus 不是 而是這樣 而是知道Linus這樣的一個東西 Linus這樣的一個發展完備的 發展充分發展的一個作業系統 它背後有哪些東西考量變成複雜的 對不對 你住過一次就知道 就跟你畫畫一樣 你畫了圖就知道人家畫圖有多難 你彈了鋼琴就知道這個鋼琴有多難 你才不敢欣賞別人 你沒有彈鋼琴就看到 手指頭飄飄去有什麼好玩的 對不對 就讓你寫過程式才知道 原來在什麼 在幾千人 在一千人的演講前面 彈鍵盤其實不是農異事情 在大家面前 打程式碼不是那麼困難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你打過去就知道 要快又要正確不容易 但是這值得我們去學習 總之這個環節 我希望大家認識說 這個東西是一個研究非常多年 對 GCC發展好久了 我修正我的話 GCC發展已經超過10年了 所以到底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 可以追溯到 你看可以追到讓看 到那個04年 已經是到現在十幾年 剛剛講錯了 所以說這個GCC發展那麼多年 而且有非常多的學術研究 然後有非常多公司 前仆後繼進來 這邊來講的話 Autoback來這群的話 有幾個公司很重要 比方說IBM Intel 還有AN 基本上這些公司都是很在意 這個處理器發展 因為如果可以在工具層面 解決的話 第一個他們的處理器會更好賣 第二個是 它能夠解決更多的問題 第三個 它可以吸引更多開發者 專注在問題本質上 什麼叫問題本質 用 machine learning 用 machine learning 來解決自動駕駛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地方 就是說 SYND 我們剛才提過 SYND它其實有很多版本 同樣 UN的UN的也有分版本 UNV7跟UNV8 它也有各自的改變 除了POWER有POWERVOR 以外 ILP有IPUVOR 事實上 這個什麼 這個 記憶體也有 記憶體也有記憶體的牆 反正這個牆 到處都是 我們前面有講過 有Auto Order Execution 然後事實上 整件事沒那麼簡單 因為 第一個 程式的順序 指定的指定順序會改變 那這件事對記憶體沒有影響 廢話當然有影響對不對 原本 Load Store Load Store 你可以認為說 一定是做完Load再做Store 或是Load Load Store 都可以對稱 但是Auto Order出來之後 這個順序會變亂 那更麻煩你應該是什麼呢 更麻煩你應該是 今天有多核 對不對 我有好多個Core CPU Core 要去存取 同一個資源 所以我是不是有順序問題 我一定要設計一個順序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 比方說這個 什麼SDRand 有什麼CAS 有這個AS 這個我沒辦法跟大家講 應該說 這個我們在多核的系列 我們之後還有一個講座 在講多核的時候 我們會認真來探討 但你可以想到一件事 就是說 我也要保持這個資料的一致 我的多核 或是我的這個單一核 但是有Auto Order 就是Super Scale的這種影響 會導致我今天要做資料同步是有代價的 這個東西的代價其實很驚人 所以你看到這邊底下有個計算 注意到這個計算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我可能為了要做到資料的同步 我可能這樣 我可能會額外付出超過140個cycle 去存取記憶體 我們前面有講到什麼事情 我們前面有講到說這個Cache 對不對 有講到Cache 然後L1 Cache L2 Cache 然後再對應到這個 對應到這個主記憶體 大概就是說 你可以認為說L1 Cache 是一個NeoSecond的話 這個主記憶體是到什麼 60個NeoSecond 但實際上考慮到這些因素的時候 實際上你可能花的cycle數量是超過60 你可以看到這邊來講話 這邊計算 雖然你不是很懂 但沒關係 你回去可以先看那個描述 這件事就為了支撐什麼 Cache Confluence Cache Confluence 考慮到Cache的一致性來講的話 你原本可能是60個 但是你就會飆升到140甚至更多 注意到這個只是一個粗略值 事實上有可能會飆得更多 所以你現在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當時 音響效能的關鍵 往往是因為記憶體 然後記憶體又考慮到資料同步 所以像這個又跟Cache Confluence有關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一個關鍵字 叫做Cache Confluence Interconnect Cache Confluence Interconnect Cache Confluence Interconnect 這個東西在很多CPU架構 尤其UNR的架構 它畫了你信心去處理這邊 比如說UNR的這個處理器 我用東西叫CCI400 那它的CCI的全名就是Cache Confluence Interconnect 簡單來說我今天要支援多核 多核的關鍵不是說你可以塞入多少核 當然當然 如果說你只是把核塞入到一個晶圓裡面就這樣 我們把很多學生塞入一個教室 你把很多學生塞入一個教室 難道他們就可以做 超過一個學生能夠做的事嗎 很難說啦 如果說只是打掃 OK 打掃一個人打掃房間 打掃教室可能需要一倍時間 40個學生打掃可能就需要 二十分之一的時間 對不對 因為有些學生會打混 不對 有些學生需要協調 然後呢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叫這些學生去 去做別的事情 比方說什麼呢 比方說去做 突然想不到大家講個例子 打掃的話 你看40個學生有機會打掃教室 因為要做一點協調 所以可能它需要 它可以變成原本的二十分之一 但是如果叫這個40個學生去算數學 你知道數學是一個很 算數學是一個很困擾的事情 對不對 它是有前因後果 你不能說前半段叫 A這個學生去做 後半段叫B這個學生去做 不可能 後半段依賴前半段 那中間依賴前面 而且 要是第一個人就算錯的話 那後面不是全錯 對不對 所以你叫40個學生去算數學 有可能它的速度 是一倍的速度 對不對 就是全班最強那個同學 算出來為止 其他同學會發呆 等待 或者Google搜尋 沒有用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說 這個 interconnect 這個 catch concurrence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點 然後你以為這樣結束 沒有 後面還有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今天探討micro processor的時候 我們今天探討這些處理器背後的技術的時候 千萬不要小看 記憶體 對整個系統的差異 所以 如果說你真的 再一次 你看到 軟體工程之後就在意 因為 不同的硬體跑不起來就是不一樣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最佳話的時候 不是說 把程式碼用組合員改寫 不是 這不是單純 而是 針對環境 去設計 所以即便是同樣都是西語言程式碼 同樣都是Java程式碼 你知道這個特性 你知道這個因素 你有機會寫出更快 所以在我們的成搭之前的一些作業 就是我們就花很多心思去設計一些作業 讓大家去體會到這樣的東西的差異 然後反過來說 編輯器 做了很多這種追加化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去學 編輯器做這個追加化 可以適用在哪裡 會用跟不會用 這個東西落差 往往是一個數量級 甚至到兩個數量級的差異 好 當然了 我們跳過你們的細節 好 然後接著呢 我在尾聲的地方 終於可以到尾聲了 到尾聲的地方 我們快速跟大家看一個東西叫Cash 既然Cash 影響這麼重大 我們當然不能忽略它的影響 然後注意到這個字 Cash這個字它是法文 所以我不能唸Cash 這個不是唸Cash 要唸Cash Cash 所以Cash 所以你要唸Cash 這是法文 這同樣就是那個那個什麼 這個香奈爾對不對 你要唸Snell Snell 然後這個就是這樣 它不是Cash 它是Cash 好 然後所以這個東西Cash 然後呢 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就是 它有個東西叫 Memory Hierarchy 就是說 事實上的這個 存取的那個時間是不同的 然後我們都知道 Cash 本實上是一個 它是用這個 主要是用S-Rain做的 但是事實上呢 這個隨著這個Cash的這個 容積擴大 它有可能是什麼 它可能是D-Rain 或是SD-Rain 所以注意到這個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L1Cash一定是S-Rain 而且成本很貴 它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它的Length很低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 它存取延遲的時間 就是到四個cycle 好 L2Cash 開始這個空間變大了 所以你看從32K可以提升到226K 但是它延遲也拉大 L3Cash的時候 L3Cash基本上是在所有的核 所有的core都可以共享 然後呢這個 它延遲就拉大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考慮到這個 一次性的考量 那你可以看到它空間拉大到多大 可以到6MB 很大了對不對 但是它延遲也會提升到21 那有些系統呢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叫L4 E-Cash 在不同的這個文獻 會有不同的說法 不過我們這邊 這邊沒有特別去深究 你可以看到它開始用低RAN 當然它的速度就差度了 這邊如果在講話 它的延遲就增加到這個 100 就是增加到58cycle 而且它的這個空間又拉大 還可以到128MB 然後RAN的話呢 隨便都很大 現在就是RAN都是很輕人的數字啊 好幾GB 都是 但你看它的延遲就大多了 如果說你不信的話呢 就是說呢你可能用到什麼 因為Page Fault 對 因為你這個 要做Swap 要大量的 大量的Page Fault 發生的話呢 就是 這時候就很大 你可以看到這個延遲的事件 就大多了 就上萬了 這個對系統的效能影響就非常大 會寫程式跟不會寫程式 其實這地方 嘖 太明顯了 好 那如果說我們來看手機 手機好玩啊 手機基本上那個數字跟上面很像 就是說你看到這個數字 就是 今天來講話是iPhone的那個A8 那A8用在哪裡 iPhone 6 然後呢第一個它沒有Swap 因為 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Flash Memory 或者是它的那個EM7 其實 不應該做太多IO 所以你看它 它基本上沒有Swap 然後呢它的Rain 它延遲 其實跟桌上型的電腦 或者跟伺服器的應用 也差不多 在你的桌上型電腦 它是117 然後這個東西是261 注意到 一件事 這幾年 手機的處理器的那個 Memory controller 又大幅的提升 所以如果說認真看 Apple 或是QuarkCon 這些領導的廠商 這方面他們又做了突破 然後呢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L1跟L2的那個數值分不明 大概都相似的 然後呢 在這邊來講話 這邊有一個L3的Cache 就是在所有的Core的功用的話 就是 它也是在 也是在107個cycle 所以你看到這個 有一個相似的值 然後呢 但是呢這個L1Cache 所以你看到L1Cache 基本上它的冠軍在這邊 所以你在這個功能中可以思考 就是說我要怎麼去提升那個L1Cache的使用率 我們稱為這件事叫locality locality locality這個詞是一個衍生詞 它的最早詞是來自local 所以就是說我盡可能讓資料 你就想用個比較不精確的話來說 就是讓這個資料可以鎖在哪裡 鎖在某一個核裡面 而且是盡可能在Cache裡面 因為我不用碰到外界資料 我不用一直跟外界拿資料 我可以在CPU內部 在L1Cache裡面 把這個資料鎖在這個Cache裡面 所以我就很快去存取 那當然這個東西對這個效能的影響就很大 那這件事能夠達到這件事 我們就衝一下這個locality 然後locality要分兩個 一個叫temporal locality 一個叫spurture locality 這個東西請你回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一樣 我們在這個多核的那個講座 回來探討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cache9 Rain是Rain.Access 但是cache是sequential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東西要特別關注的 一個叫做roll major 一個叫color major color major roll major roll major跟color major 就是說事實上呢 像我們來講好了 這個陣列 我們講的一個陣列 比方說2x2的陣列 2x2的陣列呢 先做column 先提取column 還是先處理那個roll 到底哪個比較快的 在數學上沒有什麼差別吧 先算中軸 再算橫的 或者先算值 再算橫的 其實本質上沒有什麼太大聲 但是對電腦來講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cache是什麼 是sequential 注意到這句話 所以這件事呢 對效能影響大不大 大 非常非常之大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要特別去關注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會看到這個cache lookup 然後還有這個 多少個way 然後幫你說set associate 或是這個 它對應的一些議題 然後再來是你要考慮到這個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要考慮一下MNU 就是說這個 因為cache lookup的時候呢 其實它操作對象是什麼 是有涉及到physical address 到virtual address的操作 所以事實上這個東西 跟TLB有很大的關聯 然後不要小看這件事 在處理器的效能的影響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好 這個我們在cache講座 在這多核的講座也會 也會重新再探討這個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認知說 千萬不要小看效能的影響 效能影響 效能影響在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 你的bass會不會影響 會 bass上有那麼多周邊 周邊跟周邊 是不是都有可能存體資料 會不會打架 會 Memory會不會打架 Memory那個操作 會不會有那種不理智能 會 這東西會不會影響 會 多個core core跟core之間的這個interconnect 會不會很重要 會 所以事實上我們今天講高效能 它是一個目標 因為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其實要做非常多的手段 你要對這個處理器非常熟 當然你不見得一定要寫組合員 但是你要寫程式的時候 就要考慮到這種事情 寫程式的時候 你要想我要怎麼寫程式才會 避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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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沒有必要的這個 data dependency 這個都是我們 我們看 值得關注的 所以在這個 這個 這個系列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為了要講這個 有沒有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東西有點騙人 對不對 是不是 要跟你講說90分鐘 對不對 90分鐘等於 一個半小時 你看我們講到現在累積多久 我們累積了六個小時了 我們六個小時為了講解這個一萬二半小時 還沒有講清楚 你看我們後面故意把cash 還有把這個多核故意調過 因為 那又值得再繼續講 再繼續講9小時 不是6小時 再繼續講9小時 所以總共呢 這90分鐘的talk 這90分鐘的這個 他號稱90分鐘 其實你可能需要 就是我們需要 總共需要可能15小時來講解 但是這個是必要的 好 那我們今天先 我們這個部分先到這裡 好 大家拜拜